在我们Westermont 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所中学 叫是Villa Maria 另外一所是西岛家长都第一关注的学校 夏克曼尼 好 那么我们就今天开始来讲这个 非常我们首先要特别鸣谢 蒙尘教育成长论坛 这是我们和蒙尘教育成长论坛办的第二场讲座 那么第一场讲座 讲的是Junard 那么今天我们就把另外两所 大家也非常感兴趣的学校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有什么考试方面 或者说学校的介绍方面的信息 可以提供给家长 让大家来全面的了解一下这两所学校 那么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 今天讲座的这个流程 第一部分我们会介绍一下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两所学校 他们的一些信息 包括学校的人数 还有它的一些简短以及历史 第二个呢 我们会介绍一下这两个学校 它的一个课程的一个特点 第三个呢 我们会介绍一下这两个学校 它的课外活动 以及一些学校的出游之类的方面的信息 给大家做个参考 第四个呢 也是大家目前现在比较关心的小生初的录取 那为什么说我没有说小生初考试呢 是因为现在目前有因为疫情的原因 有一些学校已经是采取了审理成绩单 不进行这个小生初考试的形式来录取学生 所以我们这边就改成了小生初的录取 跟大家分享一下相关的一些信息 第五个呢 就是毕业者走向 那么这两所学校呢 其实都是民生在外非常好的 大家特别关注的学校 那么他们呢 都有一个定向的比较多的学生会去到的一个CGEP 那么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 他们各自是去哪些CGEP 学生呢 毕业的生去哪一些CGEP 是比较普遍比较常见的 第六个呢 那么就是我们特别请到了 小学部和中学部的两个学生过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夏哈勒曼尼小学和夏哈勒曼中学 那么他们在学校里面的对学校的一个感受 好的 那咱们就非话不多说 今天就开始来讲一下这个这两个学校吧 第一部分学校的介绍 我们先来看一下夏哈勒曼尼学校 首先大家知道夏哈勒曼尼学校 它是1969年建校 它是在西岛的偏缝 比较靠近西面的地方 基本上是属于CGEP这个区域 在上面一些地方离河非常近 就像大家看到右边的这个图一样 基本上每次 每次去这个学校呢 经过这条路都会看到旁边的这个 圣老伦斯河的一条分流 对面就是老袜了 那么这个学校呢 它是一个在位于西岛的一个老排名校 为什么说它老排名校呢 因为西岛地区的这个学校 基本上是属于目前排名最好的学校之一了 那么除了这一个学校之外 还有像森马斯林呢 它也是排名很靠前的 基本上排名前十的 那么但是它是女校 所以关注的人呢 可能还没有这个塞尔玛尼关注的多 另外一点呢 就是曾经在07、08、09年 在附近这个年份的时候呢 塞尔玛尼是在整个排名榜上 能排到第一名的 是非常优秀 非常好的学校 那么目前呢 因为有很多学校 它因为声援呢 或者说因为它的教育的改革 所以它们之间的排名会浮动 但是往常呢 塞尔玛尼一般都是在14名左右 去年也就是2019年年底出的最新的一个排名 它排在21名 但也是属于我们家长能够了解到的 在西岛片区内的非常好的一所学校 所以这个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个点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学校呢 它的学风是非常严谨的 是非常注重学习和学生全面发展的一个学校 它的所有的课程呢 或者说所有的班级呢 中学阶段所有的班级都是IB Program 所以我们在这里放一个IB Program的证明给它 大家呢 待会也可以听我们去讲解一下IB Program大概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是之前在讲到Saint-Louis的时候有讲到这样的一个IB Program 今天呢也给没有了解到这个部分 家长也科普一下大概说一下 好的 那么Golais-Salamani呢 它分为这个三个部分 一个是学前班 一个是小学部 还有一个是中学部 那么小学部呢 分为提升班小学部 他们是和中学部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中学部开始才是属于一个IB Program 小学部的话是普通的 那么中学部呢 是每年级有四个班级 那么每个班级有35个人做上线 所以一共呢一个年级有180个名额 大家就可以知道大概待会会说到的这个学校 它的招生的名额 以及它的招生招入比大概是怎样 待会会在考小生初录取那个部分跟大家说到 好的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看一下Vila Maria这个学校 那么Vila Maria呢 它是在市区这边 我个人觉得就是整个包括排名 包括它的课程 还有其他的所有的信息非常综合 并且呢 非常强调学生全面发展的一个学校 那么它是偏全面型 那和它相比呢 Vila Maria偏全面型 那么Shalomania就比较偏学习型 待会我们可以也从我们的介绍中 以及学生的分享中来看一下 这个学校是不是真的是像我们预想中的那种 学习和教育的一个方式 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孩子 好的 那么Vila Maria是1854年建校的 那么是还是它的本身这个历史是比较悠久的 并且呢 就Vila Maria现在我们看到左边的这个图片呢 它其实是原来加拿大总督的一个故居 所以总督府原来是在这个的 所以它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宏伟的一个建筑 加上它的学校的所有的设施呢 也非常的新 所以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在参观日的时候去看这个学校的话 也可以去好好看一下 这个学校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学校设施 好 那么很多家长呢 其实以往呢看Vila Maria觉得没有特别的了解这个学校 因为往在2016年8月份之前Vila Maria这个学校它全都是一个女校 直到8月份以后开学才改成了男校 所以也就是不长远的这几年前之前的事情 那么它的排名呢 去年是排在了44名 往年是排在41名左右 它的这个排名呢 是因为在改为女校之后呢 稍微有一些下降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和赵真伴老师有聊到的 说到这个下降呢 可能是因为一些男生过来 那么过来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一些对他本身的这个学校的教育方式啊 还有一些教育学科啊 有些冲击 所以呢 它排名下降 但本身呢也是属于一个非常全面 课程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学校 它呢和刚刚我们说的香拉曼年和其他学校不一样 它是分法语部和英语部两个学部的 那么两个学部之间呢 互相是会有一些活动 但是上课呢是在不一样的地方上课 并且我们不能跨过这个两个学部去报 比如说我的孩子他是在法语部的 那么他想报英语部是不是可以 可行呢 其实是不行的 因为威拉玛瑞亚他的英语部呢 是需要有英语的一个这个certificate 他才能去上的一个学校 那所以大家如果说对威拉玛瑞亚比较感兴趣 英语感兴趣的可能先要确认一下自己的身份 以及自己的一个这个 像签证啊 是不是可以上英语的私立 如果说可以的话 那么可以考虑一下威拉玛瑞亚这个学校 否则的话可能只能去报威拉玛瑞亚的中学的法语部了 好 那么全整个中学呢 一共呢比较大 一共有1600名学生 那么英语部和法语部各占办 800800对吧 目前中学每一个年级呢 一共是有5个班 每个班36名学生 一共有180个学生 也就是说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呢 是要去征这180个学位的 好 他和这个威拉玛瑞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他只有中学部 他没有小学部 所以威拉玛瑞还存在一个小学部 可以直接晋升到中学部 会占用一部分外招名额 那么威拉玛瑞亚 基本上这个学校整体 他就是所有的名额 从中学一年级开始 全都是能够我们就是能够进入的一个名额 没有小学部跟他去竞争 所以相对来说 招生的这个幅度和难度 还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 难度比较低一些的 好 接下来第二部分 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两个学校的一个课程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夏克曼玛瑞 夏克曼玛瑞的课程呢 其实比较好 比较统一 他整个中学部 所有课程都是按照IB program来的 所以是全IB课程没有存在 不是说他是一个IB班 而是说是IB学校 就是每一个年级的每一个班 他都是中学的每个年级 每个年级每个班 他都是IB的program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说到了一个英语的课程 那么英语课程 它分普通课程 强奥课程 并且呢 它的英语课程呢 在我们讲的这么多学校里面 做比较的呢 它属于是课程讲的 还算是比较的好的 待会我们也有学生会分享一下说 他在上英语课的时候 觉得学的内容的难易程度 那么课程的数量 时间数呢 是每一个周期内呢 有两节课 就也每一周 它有两节课 那么这每周的两节课的时间 能不能保证 他的这个学生的质量 其实是可以的 并且呢 我们之前也和学校有做过沟通说 那么学生的英语的水平 能不能够达到说去读英语CCF的水平呢 答案是可以的 因为大部分的沙哈勒曼尼学生 都是在西岛这个片区里面生活的 本身西岛的这个英语背景 英语的语言背景呢 语言环境是非常好的 所以孩子在平时能学到的这个 课外时间能够接触到的英语的机会 和记率比较多 那加上呢 他的整体的英语水平不错 学校老师呢 就可以英语讲得更深一点 所以英语的也不错 另外一个可以佐证他的 英语的课程不错的原因呢 在于大部分的沙哈勒曼尼毕业的学生呢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走向 就是他们都去了这个 Jone Abbott西岛的一个 非常好的英语的CCF 那么本身的这英语的CCF 他要求的就是孩子在英语方面呢 不错 并且呢学习成绩非常好情况下 他能够跟得上这个Jone Abbott的学习 那么我们看到很多 Sharamani的学生 他们都是去到了Jone Abbott 也可以侧面证明 这个英语课程在Sharamani是 能够很好的去进到一个英语世界 最后一个就是课程难度 根据我们的了解呢 这个学校的课程难度呢 是属于比较适中 比较适合这个学习型的孩子呢 那我们也根据自己的一个学生了解到 Sharamani你们的学科呢 比平时其他的没有这个国际课程 或者说比其他学校的课程稍微是要难一点的 但不是特别容易 但是呢老师教的非常好 所以学生能够非常好的理解这个课程 学的也很扎实 所以到最后整体的一个成绩 学生的成绩是非常优秀的 那么像Sharamani本身他的这个 不管在西岛还在整个文克利亚 他的名声都是在外的 所以大家也是很认可他 在报CJF方面是没有特别大的一个 阅试的 所以应该说是有很大的优势了 好 这个是课程 Sharamani课程方面的介绍 那么Sharamani的IB课程呢 我们也之前在说Saint-Louis说到 今天也跟没有听过这样 大概说一下 那么这IB课程呢 其实我们刚刚说过 说Sharamani本身它是一个IB课程 但是它并不是整个环节 就是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都是IB的 它只有中学阶段是IB的 换句话来说 它就是一个Bear Ego的课程 就Programme de Dégation en deux milliers 就是中级的一个这个国际课程 那么相对待会我们在下页就会说到了 IB课程的三个阶段 那么首先这个IB课程 它的特点是在哪 它其实是通过一系列的一些考核 和它的这个学生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来设定的一个它的课程 那通过八个学科组IB呢 课程呢主要一直在培养学生的 这个以下几个大方面 我们可以从这个图表上如果看的话 也可以看出来 包括说是艺术方面 体育与健康教育 语言与文学 就是或者说是教学语言 法语方面的语言和文学方面的一个提高 语言习德 这个里面包括了其他的外语 比如西班牙语 那么数学 科学 这个个人的修养以及社会之间的这个社会责任 还有一个设计方面或创新方面的一些能力 好 这里面从这几个地方我们都会看出来 他其实我写的这几个方面 就是在他中间环子的一圈 包括通过怎样的一些形式 能达到这个八个方面的能力 通过一些社区服务 一些在社会上的一些公益行为 公益活动 还有就是一个非常注重学生的一个沟通能力的 一个教学的计划 以及个人的一个计划目标来达到 好 那完成了Ib课程和完成普通课程有什么区别 或者有什么优势呢 完成了Ib课程的学业并满足某些要求后 那学生可以获得三份文凭 他是要比普通的课程要多获得一个两份文凭的 那么所有的学生只要完成了中学阶段 他都会获得教育部颁发的一个中学的文凭 DOSDES这个文凭指的是Diplom Degu de Secondaire 中学阶段的学习完成的文凭 那么在此之外呢 那Ib课程的学生还可以得到魁省的Ib这个就是法语国家的或者说 以及魁省的他整体的Ib学校的一个机构认证的一个 也就是CBIC这个机构 他颁发的一个国际中学教育文凭 这个和Ib Program发的这个文凭是有些区别 因为Ib Program大部分是全世界性的 那么在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这个DOSSE这个文凭和这个BEE这个证书 两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共有三份文凭三个证书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其实不仅仅是Shanelman这个学校 包括其他我们之前说到的孙路易 还有包括其另外PSNM这些国际学校都是有的 那么这些国际学校一般呢 它是怎样的呢 我们刚刚说到了Ib Program它分三个阶段 一个是国际小学是吧 B.E.B.是吧 是吧 就是Programme des Jues的Primer的国际小学阶段 在蒙特利尔有名声就是有国际小学的这个 包括下面这些学校 有些大家应该说能详的像是西岛这边的Saint-Rémy 是吧 还有像是在这个Montréal的黄家山区旁边的Guitouillement 以及像是这些Saint-Parte-Lémy 还有Ecole Internationale de Montréal 就是我们说的西山国际中学的小学部 以及我们下面列的这些学校 都是能够有提供国际小学的这个IPEP这个证书的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国际中学 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了 那么第一个首堂集中我们知道 就是College Shalemani 它是在西岛这一面的这个一个国际学校 那么接下来Burebeuf Saint-Louis 还有像是College Ville-Marie Ville-Marie和Ville-Marie不是一个学校 这个是Ville-Marie那是Ville-Marie 后面还有像我标红了的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学校 那么Ecole Internationale de Montréal 这个西山国际中学 以及Ecole Secondaire des Sources 它是有这个IB的班 所以呢像是我们之前说到 在西岛有一个五校联考 那么除了Saint-Louis之外呢 其他像des Sources Dohroval et Jean-Wen-Troix 应该是对 Jean-Wen-Troix 以及Henri Bourassa和这些学校 他们都属于五校联考里面 包括还有像下面我们看到的 这个在西岛 还有参加五校联考的另外所学校 是这个Fittis-Le-Flech 这个其实在前面也有写到的 好 另外像是西 在这个孟华亚了 黄嘉山区的一个黄嘉然中学 这个Ecole Secondaire 孟华亚 以及Ecole Secondaire 它是有国际班 不是国际学校 那么PSNIM 以及拉瓦尔中学 那都是 还有像南岸的一些学校 周边的学校 我就没有一一列举出来 因为这个位置比较有限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名单上面大部分的 这个IB学校都已经在这里 那么在小学 IB的国际小学 这个课程和IB国际中学 program的课程后面 还有一个IB的国际高中 那么就CCF这个阶段 目前在文特利尔的三所 一个是CCF 还有一个是Bohrbeuf 还有一个是Bohrbeuf 它本身它中学就是一个IB program 它的CCF也是一个IB program 但是我要说明一点 就是Bohrbeuf 它的IB program是限于它的IB班 如果说你上去它是体育班 或者说是拉丁班的话 它就不是IB program 最后一个就是Lower Canada College 这是一个阴小阴私 它也是有IB program 叫中学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Villemaria这个学校 它的课程 那么这个学校 它是课程是以9天为一个周期 进行划分的 那么可以通过这个来看出来 它的课程安排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它会把一个一周内的一个课程 把它给延长到了9天 也就是说换句话来说 比如说你第一周开始 你从星期一上到星期五 你上完5天 剩下来的4天 是第二周周一到周四的这4天 加起来一共9天 从第二周的周一开始 那又是第二个循环的第一天 以这样的循环往复的方式 去安排它的课程 也就说明它的课程 不仅仅有教育部要求的那些课程 也有很多他自己安排的课程 课程非常丰富 所以他需要把课程拉长到9天 去排才不会每一周的时间 排的不够合理 那么此外除了一周9天的 他们安排的课程之外 每一个周期内 就是每周每天内 它的课后中 就是下午课后 在3点10分到4点10分 一个小时的时间 有学校的课外辅导 以及有加强课程 那么这种加强课程主要是为的是给学生能够学更加高阶的一些内容 并且这一些课程其实是可以额外的积攒他们的学分的 以便在申请这些CGEP 比较好的CGEP大学预考的时候 提供这些比较高的学分 能够给他申请这些好的CGEP有更加有优势的一个前提 OK好的 那么另外我需要说到威勒玛瑞尔的一点 就是威勒玛瑞尔他的学校 他英语教学是作为第二外语 他并在法语部里面 主要教学语言还是法语 只有在英语部的主要教学语言才是英语 所以英语教学作为第二外语 他每周每个周期内会有六节英语课 英语课本身的数量也是比其他学校相比来说多一点 我们可以理解为如果说是十天是两个礼拜的话 那么他一个礼拜有将近三天左右的课程 好稍等一下 我把一个这个给设置一下 好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要说到的是英语的教学里面 他的英语教学实现一个走关字 也就是说他把他的普通水平的英语教学 和英语强化课程 以及高级课程进行这三个水平的划分 其实他的划分水平和其他的学校的划分的水平是有些不同的 那么第一个我们说到的普通水平 那属于法语的英语的基础比较 比较普通一些 那么他们是比较多的是进行一些语言方面的一些提高 那么第二个强化课程不仅仅在语言方面有提高 并且在一些文学建设方面 阅读方面比较大的有涉及 然后最后一个 这个高级课程 从字面来说 Langue dans ce n'est pas 指的是一个以这个语言作为教学语言方面的 一个母语级别的一个教学 所以可以看出来 如果真正的孩子以后进了这个高级课程的话 首先能说明这个孩子他本身英语水平特别好 其次也可以保证说 他的这个整个的学习的这个英语学习的课程 是比其他学校往常要更加的一些难 已经可以达到母语的级别的这种教学 另外一个观察是出自我个人的 就是这个学校本身他的英语好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是一所有英语和法语部的学校 所以英语部和法语部之间 他的老师是共享的 换句话来说 英语部的很多英语老师 本身他教的学生就是一些母语作为英语的老师 他能够教的水平和教的深度 是远远高于仅仅只在一个法语学校任教 第二英语作为第二外语的这个老师的这个水平了 这个也可以看出来整体在Vila Maria不管是课程安排 还是他这个课程的难度方面 绝对是要比其他学校更高一些 那么这一点是我之前一直和自己认识很多家长 去有说到这个学校的这个一个原因 那么如果说特别在乎孩子以后要去到一个比较好的英语的大学 那么要去找一些比较好的这种英语教学的中学 像是Vila Maria 就是一个英语教学比较注重的一个学校 当然你要进他的一个英语的比较高级的一些班级 那么他的英语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一个加强 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到了这个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西岛片区的一个学校 像是西岛中学 那么他也是像Vila Maria一样的有英语部和法语部两个学校相分 并且呢他们学校英语的这个英语部和法语部的英语是一样的难度 并且这个西岛中学他对英语的课程要求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这些法语的中学法司里面 对英语要求和英语的上课数量最多的 他是每天能够保证有一节英语课的 那么这个像Vila Maria你要看如果九天为一个周期六天 那也是大概有隔着一天上一节英语课 对吧 所以能够看出来这两个学校在英语方面呢 投入就都是比较大 好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觉得在Vila Maria他的比较好的一个这个四大课程 实际上这四大课程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 是圣安学校的他的一个缩略版 那么圣安学校呢一共不仅仅说是四大课程 九个十个课程 对吧 包括他这个圣安的这个综合班在内的 还有其他很多和这个学生的这个 他的兴趣爱好和他的本身才能去划分的一些学校 那Vila Maria呢他有的四大课程呢基本上都是和学习导向比较相近 他没有一个就是体育啊或者艺术方面的这种导向这个课程 基本上都是以学习为主的 那么第一个呢STEAM课程 其实我们就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最近比较有名的这个STEAM课程 也叫蒸汽课程嘛 它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学生准备了各种艺术技术设计 以及这个方面的这个大学我们先去学到的一些这个课程 诸如比如说动画声音工程呢 像是建筑图形设计啊 以及编码和计算机技术方面 本来这个STEAM之前就是奥巴马他提出的一个这个学生技能的一个这个设想 教育设想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STEAM这个词呢 它是一个组合词 是通过STEAM这几个词组合出来的 你像S呢就Science T就Technology 然后呢这后面还有包括像A是R M呢这个E呢是我记得好像是Energy 像是应该是和这个相关的 M呢是Math就是数学 所以是一个比较综合的 把这个学生的一个设计和工程能力呢 和他的这个数学运算 以及像机器人这个能力 整体把它给聚集在一起做的一个课程 那么像这个课程 如果毕业之后呢 他能够选择一些大学预科以及大学的课程呢 像是Science de Administration 就是管理学方面的 以及Science de Human 这个人文科学方面的Dual Société 这个社会和法 然后Anjou International 这个方面的一些课程 以及Histoire et Civilization 和Archlettre et Comunication 这我大概翻译一下 就是和人文科学方面的三个 个人呢社会和法律啊 以及这个国际 国际博弈啊这方面的 以及像是历史和文明 还有就是文学 艺术 以及一个这个沟通方面的 这种类型的这个课程 是比较符合的 包括还有 我们待会看到其他的 我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信息 大概可以看一下 第二个呢 是企业家和领导力相关的一个课程 那么这个课程呢 是针对对经济 对商业世界感兴趣的学生 所创建的一个课程 重点呢 是在像经济学啊 商业法啊方面的一个入门 并且会培养孩子的 学生的一个领导技能 以及创新技能 并且放眼一个 当今的一个重点 就是全球化 那着重于批判 批判性思维沟通能力方面的培养 最后呢 学生呢将会在学习了 这一个课程的时候呢 获得一个像项目管理啊 财务管理啊 以及业务模型开发方面的一个经验 因为他们在 待会我们会介绍他的一些课外活动里面 会知道 对于这个 entrepreneuriat和leadership 这个课程里面的学生呢 他们很多是会参加一个 金融方面的一个 金融项目的一个模拟啊 还有像是企业经营方面的一个模拟 那么如果说是对这个感兴趣的呢 也是可以在像管理学方面的一些大学的专业 或者CGF的专业 大学医科专业 这个人文科学 历史啊 文化啊 包括国际商法啊 以及这个商业管理 市场经 市场管理 就是市场 市场营销 以及这个一些科技 这个program之类的 就是我们说的电商嘛 电商方面的这个 方面的这个课程 大学的这个专业是有关的 第三个呢 是我们说的 seance 就是说理科课程 或者科学课程 那么它呢 是为了希望在CGF专攻科学 和数学方面的学生 设计的专门的一个课程 它除了进行一些这个 这个seance方面的一些训练 和一些这个课程的讲解 并且呢 学生还会学习到像化学生物物理 概念以及实验室的一方面的一些操作 会培养学生的一个批判性的思维 分析性的思维 并且呢 会教学生怎样参加 这个问题方面的一个解决问题的 这个能力 试验方面能力 以及数据处理和分析 上下文分析方面能力 那这个呢 相比这个steam课程来说呢 它更加就偏向于一个 这个科学技术的 这个纯科学技术方面的 这个理论和应用 那么生命科学方面的这个学习 以及环境科学和这个 人文科学 艺术方面这一些专业 阿克斯养斯这方面的一个学习 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到的国际 商啊 国际法以及这个国际 就是当今国际的一个这个 注重于这个方面的一个课程了 有 它呢 是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机会 可以认识到像媒体啊 历史法律啊 政治以及国际关系中 当今社会是如何在这样一个背景 在怎样一个背景下能够 呃 交纵连横的 那么在与个人资料呃 相关整个就与个人的这个 不是个人资料 这边打字打错了 与个人这个背景相关的一个 培训过程中呢 学生将会提供各种各样的这个呃 他自己在学习方面的一个观点 那么以及呢 会了解个人和群体在社会中所处的 这个位置以及各种因素 那么课程提供的这个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 很多主题的一个呃 学习以及讨论 那么通过对全球化社会正义啊 包括这个主流价值观 媒体影响力以及法律和国际关系方面的这个理解和看法 提高学生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国际形势下的一个呃 研究力以及沟通能力 那么能够去在以后大学预科和这个大学方面学到的课程啊 像包括管理学啊 像是还有像人文科学方面的这个这些内容啊 这个其实我们都有 那么这个期待会我给大家更正一下啊 这个的话应该是两边在复制的时候有问题 应该这个才是比较贴近于这个国际法 这个应该更应该是复制了国际法的内容出来的 待会我来我现在来跟大家说一下 大概是怎样 好的 我打开一下资料 那么大家会看到在国际法 不是在steam课程这里面 它有一个怎样的一个倾向 OK 好的 好 好的 那这个是 是学校提供的一个资料 Steam课程的 那么下面呢 会有一个部分 说到它是在哪一个方面 是它的一个培养的一个方向 好 稍等一下 打开文件的时候 电脑稍微有一些卡 好 那么在这个CGEP呢 以及大学的方向呢 它比较多的是强调了 包括像是 Science de l'administration 就是管理学 Science social 这个社会学 还有这个文学 这个以及沟通方面的这个专业 还有 Désigne Graphique 这个图像设计 工业设计 这个Désigne Industrielle 以及Désigne D'interieur 和这个室内设计 以及Innistration 这个虚拟现实的像3D CGI什么这方面的一个课程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其实是和我们现在的虚拟现实AI 相结合 以及3D打印 3D叶印技术 比较结合的一个课程 好 行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后面的这个方面的介绍 OK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下面这一个部分 要除了介绍完这个学校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课程 它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两个学校的 那我们比较一下两个学校的课外活动了 好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介绍一下夏哈拉曼年 夏哈拉曼年的这个活动呢一般分为下面的这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声乐方面的表演 像是和和唱团和声以及一些这个戏剧 音乐演唱会 包括我没有写到的像是音乐音乐乐团方面的 也有很多这个相关的活动 OK第二个呢文化方面的活动 像是社会新闻主题的这个研讨会啊 学生会组织的很多活动 那么这个是像是当代艺术展啊舞蹈啊纪念品专辑啊 这个纪念品啊专辑啊包括毕业典礼方面的这些大型活动的一些主办 OK接下来呢是体育运动了 那么像是里面有篮球羽毛球足球田径啊 像定向越野啊什么啦啦队啊 还有这个游泳啊室内足球啊 就是棋足球啊 像是冰上曲棍球柔道啊 这些都是在我们这个所说的这个体育运动里面 夏哈拉曼年都会举办 并且呢夏哈拉曼年还有很多这个 呃像我们之前有了解到的呃 他是离这个西岛这个呃海亚克 就是这个皮花艇俱乐部非常近嘛 所以他也有很多皮花皮花艇方面的一些活动 第四个呢就是学校旅行了 那么 学校旅行呢方面呢 他和其他学校不一样呢 是他主要的举办的学校旅行 一般都是在比较中学高年级之后呢 他会进行一个远程的这种远距离的一个学校的文化探索 主题方面的旅行 目的地呢有加拿大境内的 也有美国各地的一些呃旅游 包括像高年级的学生会安排到像古巴呀 秘鲁啊 或者参加这个了解当地社区的互助的一个行动 那不仅仅是说只是过去当一个这个普通的这种游客了 那么很多是像是一个社工啊 或者志愿者类型呢 去那边参加一个互助行动 那并且呢 呃这一些所有这些行动的每年呢 都会去呃有一个不一样的主题 那么待会我们在学生分享的时候会跟大家说一下 他们在学校里面有哪一些参加过哪些活动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威勒玛瑞亚这个学校 他的一个这个活动了 好的 稍等一下 那么威勒玛瑞亚这个这个学校呢 他一般是也是我们这列出来了一下 这个能找到的他的一些活动的类型了 包括呃也是这四个方面的 我做了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这个这个分享 那么包括说他的这个活动呢 那可能比威勒玛瑞亚相对来说还要更加丰富点 不仅仅是有一些乐团呢 什么戏剧舞蹈方面的这种活动 并且呢还包括像一些文化活动 还有机器人呢 包括一些刚刚我说到的模拟联合国小组的这种活动 金融研讨会方面的活动 以及这个摄影俱乐部啊 什么棋牌类型这种都是有的 那么每一个这个私校呢 其实他们在组织活动方面呢 都是远远的要比其他一些普通的这个功力中学要丰富的 所以这里面都是能够看到这一点 最后呢 就是学校的这个旅行方面 学校旅行呢 包括不仅仅是和这个萨拉曼的上面 它不仅仅是在这个那加拿大和美国有很多这个活动的 会去参加旅行的一些目的地 包括还有像是哥斯达利加呀 还有这个是在中南美洲的一个国家 还有像是这个厄瓜多尔是吧 加拉帕哥斯群岛以及多米尼加 这都是在中美洲的这些国家 以及在欧洲呢 像我们这边看到它这有个图像 这个是在罗马拍的 在欧洲的意大利啊 包括葡萄牙呀 是克罗地亚呀 也是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活动的计划 那最后呢 就是它不仅仅是有这两个比较多去的地方 还有像是塞内加尔啊 像非洲啊 就是学校的这个旅行呢 就可以说是横跨亚非拉 都是这些地方都有 那么除这些比较远途的计划之外呢 那学校还会组织一些各种的这个节日庆祝 像他们自己的有一些这个图书会啊 像是还有像学校组织的这种另外的一些方面的这种参观活动 像是我之前有去了解到他们学校会带的学生去参观像是蒙特利尔的一些图书馆 不是图书馆嘛 博物馆以及这个蒙特利尔的一些国际组织里面 像是像是这个不仅这个民航组织啊 以及还有去参观过这个蒙特利尔的这个大法院这一些活动 也是属于他们经常会去呃做的一些实地的参观 好 行 那么这个课外活动呢 就和这个课程活动呢 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我们有的一些这个信息 并且呢 在这些信息里面呢 我们其实去跟学校里面了解和掌握到的呢 呃 除了这一些之外呢 还有一些信息我们可以让学生待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自己的一个切成感受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这个小生初考试的相关的一些信息的部分了 好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Villamaria这个学校 那么往年呢 Villamaria它是呃 一般是在像去年2019年是在28号 9月28号29号考试 那么学校呢 主要呢 会通过成绩单和这个他的考试的成绩来决定他们是否入取 那么并且这个学校和其他几所学校像是Hijina Saint-Sacremont以及PSM一样 一样是不需要通过有一个免考程序 不需要通过去仅需分析学生的成绩单就能够直接被录取的这个学校之一了 这几所学校里面的一所学校 那么我们呢 今年呢 待会说一下 今年这个Villamaria这个学校 它是其实是取消了这个由于疫情的原因取消了考试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往年这个小生初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因为这个在讲座里面肯定也有些家长想是去提前了解一下孩子如果明年或后年小生初考试的信息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准备的 所以我跟大家整体的像往年的情况和今年的情况都会给大家去这个介绍一下 好 那我们接着往往年的说哈 这个考试内容了 考试 如果说像往年像去年考试的话呢 题目呢都是由初题公司提供 所以他主要考几个方面哈 像是他会考这个法语的阅读 这个科目数学 还有法语写作 英语写作四个部分 他每一个部分呢 时间呢还是很确定的 大概每一个部分的时间都在半个小时左右 四个部分啊 每个部分时间在20分钟在半个小时左右 中途都会有休息的 也就是说考完了法语阅读这一门 然后再去考数学这一门 就中间是有休息的 然后再去考法语写作 再去考英语写作 其中呢英语写作这个部分呢 他是在考试同一天进行的 不是在考试结束以后进行的 那么这个英语写作呢 他是不记录入学考试的分数 仅仅只是作为一个分班考试的一个这个依据 就我们刚刚说到了 他有三个不一样的班级 有这个英语的这个三个等级的 那么作为这三个等级的分班的依据 如果考的比较高一些呢 那可以进入一个比较好的这种高级班 如果说平时考的分数呢 比较普通的话 那可能是中级班或者说初级班 进入一些这样的英语班 并且他是不是说整个班级进了之后 就是固定他 他进班级和进英语班 他还是不一样的 这个待会儿 这个我们跟大家说明一下 另外呢 像今年呢 虽然说小生初考试他取消了 但是中学插班考二三四五年级 他依旧是比较需要被要求去考试的 因为他人数是比较有限的 如果人数比较多的话 学校阶段能力有限 不可能去安排那么大的场次的考试 并且还保持社交距离 所以他就整个取消掉了考试 但是这种插班考的话 插班考的学生依旧是要去到这边去举行的 那么开放日呢 学校呢 今年呢 是法语部呢 定在了9月12号到11号 英语部定在9月19号 9月12号的11点到16点 不好意思 英语部呢 是9月19号的11点到16点 好 这个是我们说到的往年的这个开放 往年的这个信息 那么今年呢 由于疫情 Vilmaria已经把这个小生初的考试给取消掉了 他呢 会在2020年的这个7月20号 也就是上个礼拜吧 上个礼拜 上上礼拜 已经开始可以通过网络申请去递交材料 一直到9月25号会截止 那么学校呢 在9月25号截止之后呢 会开始把所有收到的信息 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比对和这个考量 那么在10月5号的时候呢 会给一个回复 那么回复的可能性呢 是录取等待名单或者未录取 因为像往年的话呢 有一个预录取的一个免考程序 学生在递交完材料考试之前这个时间呢 他们会收到学校的一个录取的这个信息 是可以免试录取呢 还是要通过考试录取呢 还是这个是有个区别的 但今年呢 统一你交完材料 审理完之后不需要任何考试 下一步就是告诉你录取 或者说等待名单会录取了 那么从10月5号那一周开始呢 周内呢 要登录到威勒马利亚的网页去查询他们的信息 这个我跟大家都已经把这个文字都写清楚了 如果大家在听这个讲座的时候 有信号不清楚啊 或者什么 没有听到那个具体的信息的时候呢 也可以看到这上面的信息 到时候能够心里有一个清楚是怎么样设计 下一个呢 就是申请人数和招录比 那么中学呢 刚刚我们说到了威勒马利亚一共有5个班 每个班有36名学生 总共呢是要招180个人 那么每年呢 像是去年我们经过我们统计 大概有900多名学生 报考了威勒马利亚的中学 那么900个人里面 是要招这个180个人 大概是招录比是20% 0.2左右 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材料 我们说了考试取消了 但是他会根据成绩单来评判是否要录取这个学生 所以这里面材料审理呢 是分下面这几个部分 第一个呢 是四五年级小学的一个成绩单 那么除了这个小生初考试之外呢 其他比如说您要去给孩子申请 插班考二三四五年级 那么需要提交最近两年的成绩单 就不提交小学四五年级成绩单 第二个呢 是出生证明的元件 第三个呢 是在对于这些加拿大以外出生的这个考生 像是我们这个移民家庭呢 需要提供公民卡和永居卡的元件 不仅是孩子还有父母 提供 那么考生家庭要提供一个在魁北克居住的证明 像是魁省的一个驾照啊 税单啊 或者电话电费煤气费单 这个之外的两份 任意两份 需要两份这个元件啊 不仅仅是一个电费单就够了 可能还提供个第二份材料做辅助 接下来呢 就是在提供了这些材料之外呢 还要提供一个护照尺寸的照片 那么是近期拍摄的 如果说是通过网上递交的话 那这个提交个电子版这个照片 扫描一下也就行了 那还有就是申请费 那么申请缴费 所有的这些材料呢 都是通过网上去申请了之后 然后他会出一个这个提交的这个材料 那么一个一个把它上传 所有材料必须在9月25号之前完成 9月25号之后呢 就开始去审理这些 所有的学生材料 最后一个提供的信息就是 威拉玛瑞尔的一个学费 那么杂费不算的话 学费每一年是要交4300一年 所以是整体的符合一个这个 法语的这个私立学校的这个平均水平吧 第二个呢就是夏克拉玛瑞尔这个学校了 那么夏克拉玛瑞尔我们先说一下往期 往年小生初 夏克拉玛瑞尔呢 它是定在9月28号考试 那么另外呢 在10月中旬2月中旬6月中旬都是小学中学的插班考试 那么2月5月中旬呢是中学插班考的考试 他们不是用这个学校这个初级公司的题目复题 是一般是学校的老师自己命题的 所以呢 在这个阅读方面和写作阅读方面是非常的强调 那么考试内容呢 主要是以法语和数学像这个两个考试 数学部分呢含有逻辑题 并不是说数学逻辑分卷 那么法语侧重考察学生的这个听写和阅读 那么并且阅读的篇幅比较大 1到2篇 数学比较侧重的是这个应用题解题方面的 以及逻辑推理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逻辑题里面 整个它的题量呢是比较适中的 但是比较大的篇幅会放在阅读方面 我们往年呢也有很多学生他们去考了之后呢 回来反应 包括这里面有一点我刚刚没有说到的 就是夏尔曼尼这个学校 他们在中学插班考呢 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法语和数学之外呢 还要考英语 那么英语的阅读啊 包括英语的一些这个知识啊 据学生反应呢 是觉得这个英语方面和数学方面还算是比较简单 他们觉得准备的还不错 就法语的阅读方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 必须要把这个法语的阅读加强 下面呢就是开放日这边的信息了 那么由于今年疫情的原因呢 学校呢预计呢会安排在2020年9月份 9月初会有一个开放日 但是具体的日期呢要等到8月份中旬 这个学校重新开始开学这个老师的假期结束之后呢 才会告诉大家 那么依照旧历呢 就往年的经历 那学校在开放日的时候是可以当场去报名的 好 对于今年2020年这个小生初 我们呢也和学校这边是取得联系了解了一下 他大概的 那么我们这个信息呢是在这个疫情刚发生的时候 跟学校这边说的 学校的老师呢跟我们说是 其实在疫情开始之前 包括像现在学校目前在休息嘛 休息结束之后呢都是可以去申请这个考试的 并且呢因为疫情呢他考试不取消 但他考试还是在这个 他的考试还是在学校进行 只不过他在分场次的时候呢 他会有进行一些调整 因为每一个班级考生不能超过10个 所以他会限制限下考试一个班级10个人以内 一个是为了保持社交距离 另外一个呢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考试能够更好的 不仅仅通过成绩单 也是通过考试成绩来了解一个学生 做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那么相比之下呢申请人数 和交路比我们会在这个部分跟大家说一下 像Sharmani这个学校 它是在西岛片区呢 比较受欢迎的学校 所以一般西岛家长呢都会把它作为一个重点的 一个选择和供获的对象 每年呢大概有300个人左右会报考这个学校 他们我们刚刚说到了 一共呢一个年级有4个班 每个班呢35个人上线 一般是30个人到35人之间 所以换句话来说呢 一年需要招140个人 其中呢有这个小学直升的人就占到了这个将近100个人 当然每一年哈这个小学直升的这个人数 它的比率呢都是不一样 有的时候可能年份多一点 有的少一点 像我们自己有一个学生 他是在Sharmani读书的比较优秀 他们就是把Sharmani中学呢作为一个备选 那么如果说学校考的比较好 他能够去到更好一个学校呢 他肯定就会直接去更好的学校了 那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他的100多人的这个小学部直升的人呢 可能往年也会根据这个学生考试的这个水平 有一些人可能会去到这个其他的学校 所以会把比较更多的名额留给外招 那么根据今年这个情况 我觉得以我认为可能会有很多小学部的学生会依旧待到这个学校 原因在于他们可能相对来说去其他学校的这个难度啊 还有这个和这个搬家这个现实情况呢 会决定了他们比较多的人会呆在这个学校 可能这个学校今年的录取 它的比率会更加少一点 那么我们刚刚说到了 这个一共有140个人 所以剩下的40到45个人左右 就是他们对外招生的一个人数了 所以说实际上还是比较少的 但是往年也会有很多名额的变数 最后是一个审理资料方面 我们提供的一个信息了 如果说是学生是本地出生的一些考生 要提供好他的一个申请的表格 那么可以通过email去发给老师 并且还有这个护照尺寸照片 是要得近期拍照 小学四五年级的成绩单 以及最近一个学期的成绩单 另外就是出生证明的原件 以及申请费 那么这个赵生老师还特别跟我强调了一下 就是所有的这个信息 他们是可以去通过这个email的形式 发给他的 但是像在付费方面 就必须得去学校亲自去交了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学校申请的付费的程序 所以在这个方面需要去跟学校这边提前打电话 预定确定学校里面有开门的情况下 可以去到这个学校去递交费用 如果是魁省以外出生的考生 还需要提供父母的像是公民卡永居卡和孩子的 那么这个是为什么 就因为有一些住在外省的 比如说安省或其他地方过来的孩子 他们是需要去把这些信息也给提供的 以及还有出生证明的原件以及翻译件 这个不仅仅说到的是加拿大境内的其他省份 还有就是我们从国内来的这些学生 他需要提供的这个内容了 就整体呢 所有的材料清单呢 就是在这里的 包括他在填写他们的这个考生信息的时候呢 他会也有会有一个这个材料 材料清单在里面 那么大家到时候如果不是特别清楚呢 也可以参照那个他在填的资料 的这个表格里面的一个材料清单 来进行这个材料准备 所以呢 其实这两个学校以及其他的一些学校 大部分所要提供的资料呢 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几份了 好的 那么我们呢 刚刚说到了这两个学校哈 我们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 那么威勒马瑞亚这个学校呢 他今年呢是没有去有一个这个学校的这个考试了 他比较多的是要通过这个正常平时的成绩来决定他能不能够被这个学校录取 那么香哈拉曼你这个学校呢他是今年呢 依旧考试只不过并且呢他考试还是进在这个 学校的现场进行 只不过他每一个班级的人数做了一定的限制 本身是一个班级可以做满的 但可能现在只有10个位置左右一个班级 OK 好的 那么对于这两个学校呢 今年的准备的策略以及准备明年或后年报考这个学校的家长 如果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学校的策略呢 我可以跟大家提几个建议 一方面呢就是一定得把自己平日的成绩单去做得非常好 那么所谓的平日成绩单包括什么呢 包括像是数学和法语方面的成绩啊 还有老师的评语啊 如果这方面的这个账面上面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成绩以及老师的评语非常好的话 其实像是Villa Maria这样的学校本身就有这个预录取名额的 所以他比较看重这个学生的成绩 所以这一个方面我们需要去在 如果现在目前是四年级的家长 我们就特别要注意了孩子在四年级 还有在五年级这个阶段成绩单一定要足够的好 那么他在报很多学校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大的优势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到夏哈勒曼尼这个学校的准备了 那么我们需要从哪些方面准备呢 根据往年来说不仅仅说准备夏哈勒曼尼 还准备很多其他学校 我综合的跟大家说一下 一般有几点吧 一个是说在法语方面呢 要提高孩子的这个语法的基础 把所有的这个能够准备的这种语法的点通过这个刷题啊 还有自己的这个知识的复习方面把法语的语法方面的几个方面 这个包括说是词性 词的主卫兵 还有这个句法 识态 以及像是他的这个法语方面的其他的一些内容 都给掌握 第二个法语的重点呢 就是阅读方面了 像阅读方面通过不一样的这个题型和类型的题目的一个学习 以及答题方式的一个讲解和训练来达到这个方面的提高 最后一个呢 就是写作方面 写作很多时候是会有不一样的出现形式 可能是单独出现的 也有可能是通过听写或者通过这个阅读方面的一个延伸 那么我们就需要通过几种不一样的方式的训练 那么我看这篇文章 我自己后期能不能根据文章的意思去续写 我做了一个听写 我能不能通过听写里面讲到的一个主题 我的思考 把我自己的看法写出来 整个的这种几个方式都得训练到 那么对于这种类型的考试就比较的这个也有准备了 那像Sharamani他的准备方式呢 和其他的一些我们之前说到的这种出题公司出题的 这个学校呢 还不太一样 如果说是学校本校老师出题命题的话呢 他更加要求学生能够通过这个不是非选择题的问题的回答来拿到分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出题公司大部分的题型是以选择题为主的 不管说是语法方面还是说阅读方面 而在像Sharamani这样的学校呢 他更多的是一个问答题的方式来考察你的这些知识点 不仅仅说语法方面可能会有问答题 还有包括像我们说阅读方面的问答题 那么就不仅仅是你能不能看懂这个文章 还有你在答题的时候能不能尽量多的把所有的这个信息都给回答到 涵盖到不失分 回答的时候没有具体的这个一个错误 那么这是对于法语的我们刚刚说到的几点这个要求 对于数学方面呢 我们提供的几点这个要求呢 就是像准备Sharamani这个学校的考试呢 首先他会有比较大的综合的应用题会给孩子去考察到 那么对于这种应用题呢就要求到孩子在准备的时候 不仅仅是会做一些这个选择题能够通过有选项去排除 更加的是你自己对于这个提议整个的理解 以及这个题目整个知识点的掌握 那么做完一道应用题 你必须能够了解到你自己对于做题目的时候 审题的提议是否了解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是你这些题目是否能够很好的去排除掉它的一些陷阱 和一些干扰信息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就你在答题的时候 你能不能有步骤 按照老师的这个要求 不是直接写个答案 而是分步骤的写 那我们建议学生这么做的目的呢 一方面是分步骤的写 老师会给步骤分 不会至于有哪一个步骤你跳了之后 或者说直接给个最后答案 由于最后答案的中间计算部分有错误 所以整体是呢 而是我们老师会分步骤的会去给到一些这些分数 那这些都是我们说要求的 最后一个呢 就是对于逻辑推理方面的 那么这个逻辑推理方面呢 对于一些这个出题公司出题和本身这个学校出题呢 还有一个区别 出题公司呢 近年来的这个它的一个趋势呢 是更加多的出一些这个图形方面的这种题目 而在另外我们见到的这个 如果说是学校自己出的题目呢 它不仅仅有图形题 文字题呢 也比较多了 像我们现在目前我们自己的学生 在暑假期间呢 就给他们进行了非常多的这方面的这个 主题方面的训练 不仅仅有图形方面 有数据找规律方面的 还有一些针对一些这个主题方面的 像是找方向 这个亲属关系 以及这个排除异类像啊 还有就是具体说到了这个多米诺啊或者布克牌这方面的很多方面的这个提醒呢 我们都会跟学生去讲到 并且呢他们只要是掌握这个类型的提醒呢 在接下来的我们每次安排的考试里面呢 也可以反馈到他们对这些知识点的掌握 以及在每一个知识点我们考察的时候呢 都会通过不一样的这个思路 不一样的提醒去考察 不会让他对一种提醒的解题方式造成思维的故乡 而是通过自己对一个类型的题目的了解和掌握 分步骤 分方法 分优先级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先最初一步 我不用去想到最复杂的情况 我先讲到最简单的情况 如果说他不行的话 我改变思路 第二步我想什么 第三步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很有效的 很有方法的 能够把这个题目给解决出来 我刚刚夏哈罗曼尼 我还有一点没有跟大家说到的 就是夏哈罗曼尼这个学费了 那么夏哈罗曼尼他的学费呢 是我提供了他们学校的几个学部的学费 一个学前班 这个是比较贵的 是5975亿年 那么他有4年4岁开始就上了学年班 5岁开始就上了学年班 小学是3500亿年 那么不包括学杂费了 这我们基本上都没有放学校费 因为学杂费的话 每一个人通过他参加的活动 什么的他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价格我们也没有放一个死的价格在这里 下面是中学部分 那么4000块钱一年 如果说是孩子是在目前没有这个身份 他还属于一个国际学生的话 那么中学的学费呢 一般会翻翻能要到8000 9000块钱左右 这个是我们提供的一个信息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稍微小小打广告 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些信息之外 那么我们针对对学校这些考试的了解 以及我们对学校往年的一个考试的判断 和研究调研 我们就有接下来提供的一些课程 去专门针对这些了 包括像是阅读写作方面的专项班 我们有阅读写作的班型 包括周内和周末都是有的 那么小生初暑假期间的加强版 像现在我们学生一直在上的 以及考前通刺 也就是从8月15号 我们即将要开的一个考前通刺班 一般是安排在周末的 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某一天 那么根据选择 因为从8月20号以后 夏令营结束之后 大家就已经进入要准备开学的阶段 那么可能周内的课程 被学校课程占了之后 比较就要安排像周内晚上 或者周末的时间 来进行一些考前的冲刺了 那么考前冲刺班 也会去模拟这些学校的 每一个学校的这种提型 去最大程度上去考察 我们学生的 目前到考前的一个知识的掌握 并且通过讲解的时候 一个重点的一个说明 把孩子的这每一个 目前还没有掌握到的思维的 这个短板 这个题目的知识点的短板 去补齐了 以考和讲评代学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秋季9月份之后的 小五预备班 那么这个是针对目前是四年级 在放属下的家庭 这个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以及中学法语和数学的强化班 那么这个是惠城的中学班 大家如果感兴趣 都可以通过厦门微信公众号 和官方微信号来联系我们 然后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报课方面的一些信息 我们的教育老师会根据您的情况 来去做一个最好的推荐 好 那么下面呢 就我们说一下这个毕业走向了 刚刚我们说到了 Sharharmane和Villamaria 这个都是有一个定向的 非常好的一个CGF 在旁边 那么对于Villamaria 他们因为地理位置上 是比较接近这个Mahia Noblesse的 他们只有一个礼拜相隔 那么往年的成绩比较优异 或者说能够达到平均成绩的 Villamaria的学生 大部分都能够被Mahia Noblesse中学去录取 那当然我当我最近也研究一下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为什么就是Villamaria的这个在Mahia Noblesse的录取率比较高的一个原因 因为它不仅仅有中学部 它还有中学的法语部 还有中学的英语部 那么对于英语部的学生来说 他们能够去被英语CGF能够入取的几率和可能性 就稍微还会要高那么一点点 虽然说法语CGF的不会去 和英语CGF不会因为你在法语中学 或者英语中学而去受影响 但是还是会在报名招生的时候 招生的老师会相对来说有一个倾向 好 那么除了在Villamaria的学生会比较大多数的进入在Mahia Noblesse之外 那么还有很多学生会去选择像Dowson 或者其他的一些比较好的法语的CGF 他们也是会选择的 这是我们说到了Villamaria这个学校 第二个Sharamani这个学校 它在西岛 所以大部分的毕业的学生会选择像John Abbott 在西岛西面的一个非常好的学校 那John Abbott这个学校 它是以人文科学方面非常建成 像包括法律方面的专业 或者说文科方面的专业都是比较牛的 除此之外 像是就在Sharamani不远的 像Giarl Godin这个西岛中学 也有一些学生选择CGF 以及像Pripeuf 还有Mahia Noblesse这些学校都有 所以总的来说总结 就是Villamaria这个学校 他是有一个虽然说他的排名 不是说像其他学校都排的最前面 但是有一个隐形的一个小福利 就是说他的英语稍微来说教的要更加的深一点 并且他在毕业之后 进Mahia Noblesse 他的成功率会更高一些 这是我们说的Villamaria的一个小的潜规则 我们可以这么说 另外就是Sharamani是比较对口 这个John Abbott这个学校的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就是讲到一个学生的分享 那么这里面我们请到了两个我们的 我之前包括现在的学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先邀请一下这个Sharamani 他是目前是在一个Sharamani的小学五年级在读 小学部的一个学生 那么马上就要参加小学生出考试了 那么Sharamani 你先说一下你在Sharamani的一个经历吧 那么你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自己在Sharamani读了几年 然后目前在几年级还有你对学校的一个感受好不好 声音可以关一下稍等 声打开一下 大家好 我叫做朔涵 我今年在Sharamani上五年级 该上六年级了 我是三年级转到这个学校的上了六年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学校挺不错的 就是三岁开始转的那个地方 开始就是基本上是从 就是还是三年级开始转到这边 我是三年级转到这边 然后我觉得这个学校挺不错的 那个作业不算太多 就是在班上做的那些题和老师讲的那些 会比作业多一些 好的 那我行 那苏涵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包括像是和你们学校相关的一些问题 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 那么行吗 行 好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 我想问一下这样每一周呢 你们是上几节课大概 我们每一周是上 大概其一就是五节课 五节课就周一到周五上课 是以每一周作为一个周期上课的是吗 对 对 那么学习的内容难不难 考试多不多 考试今年五年级挺多的 然后学习内容 我觉得没有特别难 没有特别难 就是那么你觉得老师的考试的频率 大概是多少 比如说是一周考一次试 一个月考一次试还是 最多的时候 几乎是每天在考试 可是有的时候会少一些 OK 好的 那么你们学校就是 中国学生的人数多不多 比如说在你们班 你们班有几个学生 然后几个中国学生 和一共有几个学生 我们班有七个中国学生 包括我 可是我们中国学生不是特别平均 我在有的班里呢 一共才只有三个 然后有的特别多的呢 有十二个 OK OK 所以说像是有一些年级的 有一些班级的话 他的中国学生多一点 不一定 他没有一个学校 没有一个固定的 就是说安排一个班 只能有多少中国学生的要求了 好 OK 那下面想问一下你们的除了上课之外 那么课外活动多不多 你选过什么样的课外活动 我们课外活动挺多的 我就是转到这儿的时候 我选过比如说路级冰球 机器人之类的 挺多的 可是之后因为有时候有考试 还有我有时候也去打冰球 所以我之后就没怎么报了 好的 好的 没有问题 学校经常会有一些出游方面的活动吗 我们一年呢 是有两次 一个是在那个冬天去那个划那个轮胎 然后每次是毕业的时候 还有一个 好的 OK 没有问题 那么你们学 你们平时下课的时候 同学是说法语多一点 还是说英语多一点 因为大部分他们都喜欢说英语 所以他们主要会说英语 可是老师一般都会让人说法语 所以一般都说法语 好的 明白 那么另外一点呢 想问一下你 就是你自己对这个学校感受 你比较喜欢学校的什么地方 然后还有就是 你自己来到这个学校之后 最大的一个 这个就是觉得和之前对这个学校的认识 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我最喜欢这个学校的一个地儿呢 就是它看起来会就是很严格 然后作业特别多 可是其实呢 作业不会特别特别的多 然后虽然有时候校长会过来警察我们 比如穿的那个衣服什么的 可是不会特别严格 实际上是对你们有要求 但是呢更多的是希望 在给你们充分的这个信任的同时呢 去让你们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从自己方面做到一个约束 对不对 对 对那老师教课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老师教课教的挺好的 不会有太大的就是不明白的地儿 然后也不会有那种讲得太快了的时候 OK就是老师其实还是很有水平的 能够把一些你们觉得不是特别简单 又不是特别难的 可很好的教授给你们 让你们能够明白对吗 对 对好的 刚刚我看有个家长还想问到一个 你向你问一个问题 就是三年级的时候呢 你插班考考进去的时候 竞争激不激烈 当时竞争我记得没有那么激烈 是大概是像你考的时候 还有印象一共有几个孩子一起考 然后你是被录取的 反正我们就是在一个教室里 都考吗 所以我记得七个人八个人 OK七八个人左右 好的明白了 你也是每一年 这我也跟大家说一下 每一年根据这个学校的空位不同 还有就是报名的人数不同 所以会有一些年份的报考比较 有些年份的可能报考稍微难一点 但总体来说还是要需要自己准备比较充分 学生本身实力比较好 那么可以去被Sharulman的录取 最后一个问题了 那么你们在一个周期内一般有多少阶法语课 多少阶英语课大概的 我们英语课一般都是两阶 可是今年五年级我们是每周期一阶 然后普通的法语课几乎是免得多的有两阶吧 对 其他的课程呢都跟法语一样的多吗 其他的比如说历史地理和科学不会有那么多 然后剩下的几乎就是每周一次 数学是每周几次 数学也是跟法语一样 每周两个 每周好几次 好的 行 非常感谢树涵 那么我们接下来让你的一个学姐来说一下 她在这个中学阶段这个夏哈拉曼年 她的一个感受 好的 那接下来呢 非常感谢树涵 谢谢 很客气 再见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邀请一下我们这个玉林同学 玉林同学是前年考进夏哈拉曼年的 然后今年呢是正好是中学一年级 那么好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玉林同学来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好 玉林 你好 对 稍等一下 把声音解除一下 你好 好的 玉林你好 那么你能够先介绍一下自己目前的一个情况吗 是在夏哈拉曼年 然后当时考试这方面情况 什么时候 你好 我叫玉林 我是 我现在是初一 然后呢 我是去年到这个学校来的 去年9月份开学进来的中学一年级 对 好的 那么你来这个学校之后呢 我们想问几个问题啊 当然家长如果说是有问题的话 现在也可以在聊天的地方问一下 第一个是还是和刚刚那个差不多了 就是每周的话你们上课的每一届课的频率大概是怎样 比如说法语啊 数学啊 还有像是英语啊 这三个门课的频率如何 都蛮多的 就像是法语课 一般一周每天都有几节课数学还有英语课是几节 每天法语 法语基本上每天都有 一周只有一天没有法语 好 然后英语的话是 是好像是三次 对 一周三次 OK好的 两到三次 三次左右 好的 那么你觉得每一个课它的难度如何 对我来说它们都不难 不是特别难是吗 没有想象中像大家传的啊 就是哇香了嘛你教的很严 然后管的很严 很难 那么除了说上课的难度 还有就是学校管理的难 管理你们就是会不会非常严格 比如说穿衣方面啊 还有就上课的纪律啊 方面的 不算太不算太严格 但是他们还是要管 不要说你的袜子的颜色 就管得很细了已经 管得很细 对 那么有一个家长在问就是一节课的话 一般一节课是多长时间 一节课大概一个小时三十分钟 一个小时三 一个半小时 中间会休息吗 中间会休息 但是有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是分每一节课 然后两个一起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不能休息 OK OK 有的时候会如果两节课是同样一个课程 那它是连堂中间就没有休息了是吧 嗯 那么课后呢中学以后呢 课后作业多不多 嗯 不太多 还可以 是吗 OK 中学一年级目前你上的课啊 有没有很多project要做 什么 project 有没有很多project要做 嗯 一年应该会有两三个 对 一年大概两三个 那么就一个学期还是一个学年大概 一个学期 一个学期 好的 呃 后面说 呃 疫情期间的话 你们学校有上网课吗 呃 对我们每天都上网课 嗯 每天都有是吧 大概是 是 出中午 出 每 时间大概多长 比如说是上午上两个小时 下午上两个小时还是怎样 嗯 是一个 是每个每节课都是一个小时的 但是你可以你可以去你也可以不去 不是 OK OK 明白了 每天上一个小时 明白 那么呃 下面呢 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学校的这个 叫你们班它的中国学生怎么样 你在你们中学部和小学部是不是一样 每一个学 每一个班级的中学 呃 每一个班级的这个中国学生是不一样的 像你们班是怎样的情况 呃 我们班班好像应该有28个同学 只有5个是中国人 OK 28个同学里面有5个 呃 那么 呃 学校的话呢 呃 课外活动怎么样 你有没有选什么类型的课外活动 我只选了个乐团 别的我就不太确定了 嗯 活动的时间多吗 平时是什么时候是中午活动呢 还是课后的时候活动 乐团 呃 我的乐团是上完课 就是所有课都上完然后才会去那里 下课 好的 那么下面我们还有一个群里面家长想问的 学校提供早餐和午餐吗 呃 早餐是在家里吃 但是学校提供午餐 OK 好的 呃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呃 你对学校的第一印象 因为你今年是像是第一年进这个学校 你去学校的第一印象是如何的 你最喜欢这个学校的哪一届方面 呃 我很喜欢学校的老师他们都很好 嗯 就是学校的老师在教学的时候 你觉得他教的都很好 能够特别好的理解这些 对不对 对 那么呃 最后一个就是说到了这个出游了 那么嗯 学校的这个外出的活动的频率多不多 那么平时都是去些什么地方 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们这今年我们只去一个呃 博物馆 啊 OK 是在蒙特利尔的 对 对 有没有听到像高年级的他们的就是 出游的一些计划 比如说像你们中学二年级啊 或者更多中学三年级的去同学 他们会不会说去比较远啊 比较多的地方 嗯 今天我也听说了有些同学 他们去了渥太华啊 但是我没有去 OK 好的 好的 那么行 我看看还有没有这个 哦 他问到了 有一个教养问到一个问题 那么学校的话有没有校车 哎 有校车 但是好像蛮贵的 哦 就是如果说是住的比较远 可能会 但是一般住的近的都是家邻街送 是吧 对 嗯 呃 另外也是一个和疫情上课有关 就是疫情期间 如果你们没有只是上网课 没有去上课 学校是怎么给你们第三阶段的成绩的 嗯 他会让我们做很多作业 然后的话你可以做 你可以不做 但是你要是做的话 你可能就会有 比方说你先前 嗯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你得了89分 他有可能会给你多加一个分 哦 就是 多加一个这个额外的分 就比如说之前你的分数是 呃 之前几次考试 但这一次他可能给你更多的分 把你平均分整个拉起来 对不对 嗯 对 好的 行 没问题 那么我看看家长还有没有什么需 OK 英语课是如何分级的 像你们学校里 你是当时进去 进去了之后 英语 英语是 他是怎么给你去分班的 呃 是你考考中学的时候 他就会 你也会考英语 嗯 是在考试的时候吗 还是在考试之后 呃 是在考试的时候 他也会让你考英语 对 那考完之后呢 你是被分到了什么班 呃 我是分到就是一个正常班 OK 你在正常班里面觉得他英语教的水平如何 就是难吗 还是觉得比较简单 呃 比较简单 我们就是语法 大部分都是语法 OK 好的 行 呃 所以有一个家长想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学 像你刚刚我们说到了 小学部比较多的是用英语去交流 但是老师呢 平时还是要求用法语 那么你们上课下课 一般是法语交流多吗 还是也是一项小学部一样 英语交流比较多 呃 都是英语交流 而且老师 如果下课的话 老师不会太管你的 啊 就是下课 大家都愿意用英语交流 是吗 都是我喜欢说英语 对 OK 那最后一个问题是 上下课的放上课和下课的放 放学的时间分别是什么 几点每天大概几点上课啊 几点下课啊 这个 呃 上午应该是8点45里的学校 然后下午的话是3点半 OK 好的 行 没问题 那么我看了我们要问的问题呢 都已经问好了 然后家长好像都没有问题 OK 哦 这有一个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 额外的说 如果说学生在学校里面用英语交流比较多 那么法语交流会不会有问题 流畅吗 然后像你熟悉的这个学校的同学里面 有没有很多在外面补课的 但是都没有他们没有补课的 没有补课的基本上都是学校的内容解决了是吧 对 那法语交流流畅吗 就是他们是说英语是不是因为他们更多的因为在西岛这个片区所以大家比较适合用英语 他们都会说法语 他们说英语 他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说英语 他就因为他们就喜欢 他们就更喜欢英语 OK 好的 行 没问题 非常感谢玉琳今天跟我们做这个分享 然后也希望你能够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Sharman学习里面这个学习非常顺利 好的 谢谢 谢谢 拜拜 好的 拜拜 OK 好 那么就跟我们刚刚 我们刚刚和两个学生都去有沟通啊 就说了一下这个学校的这个真实的情况 像大家之前有听到说Sharman也比较的重视学习比较难啊什么的 其实通过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得看每一个人的切实的感受 有些学生觉得还是比较难 有些学生觉得大部分的课程都比较好接受 这个和我的感觉是有大部分的得看这个老师了 因为一个课程的深度和难度 其实和老师的教的方法有关 就是再简单的课程 如果说老师他教的比较生动活泼的话 那么难的内容的学生学的也会比较轻松 他能够理解的也比较好 如果说比较简单内容 但是老师讲的不是特别好的话 也会让大家觉得怎么样都是在绕 然后不是特别明白 OK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往下看一下 那么我们对于这两个学校的介绍结束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往这个聊天的地方去提一些问题 我们现在先挑一些这个里面 大家刚刚已经提的问题来看一下 好的 OK 第一个问题是有一个家长问 就是说有一个我们刚介绍两个学校 有个学校有四个课程的 那个指的是威勒马瑞尔学校 就是VM威勒马瑞尔那个学校 OK OK 接下来呢 是 说的是有课程对比吗 就是一个周期内 英语法语数学都多少几个安排 那么对于这个课程对比呢 刚刚我们说了一下 这个像是在 夏哈勒马涅的一个这个课程对比 那么我们可以从中看到 夏哈勒马涅的学校 对于这个法语和数学都是比较重视的 每天都有这个法语的课 除了有一些天数 有一天没有 那么大部分时间都会把这个时间 放在主课上面 包括像是五年级的学生 五年级再读 小学五年级再读的 他们甚至就是法语的课程 就是非常多 英语的课程都比较少 那么这也是为了去做 这个五年级到六年级的 这个充斥准备的 下面我来看一下 他发育数学都安排多少课 那这个信息已经刚刚在里面说了 好 刚刚有一个家长问后续会不会有视频录制的分享 那这个会有的 我们都已经入屏了 等到整理出来的时候 会放到我们的自己的和蒙城教育成长论坛的地方去给大家做个分享 那么这两个学校什么时候插班考 插班考有多少个名额 好 可以到时候跟我们了解一下 那么学校里面插班考的这个信息和时间在什么 在我们的微信号在旁边 可以到时候跟我们说一下 那么接下来就是插班考有多少个名额 这个我可以给您大概回答一个 就是一般插班考的话 名额都不是特别多 而且如果对于这种插班考比较多的场次的学校 他可能平时插班考的名额是不稳不固定的 比如说他在开学的时候插班考之后 可能他没有名额 要等到后期他有名额空出来 他先会给先插班考的学生进入等待名单里面 比较优秀的去询问他们愿不愿意去插班考 愿不愿意去接受这个名额 这是我们刚刚说的香尔曼 至于威朗玛瑞亚呢 他的插班考的时间和小证书的时间 基本上是一致的 都是在9月20多号左右 去年是9月26、27号 今年的话如果我看一下这个时间表 应该是在去年是27、28号 今年应该26、27号吧 28、29号 26、27号一般都是安排在周末 并且他们今年已经很明确说了 他不会去取消插班考的考试 所以对于想插班考中学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好事 因为本身的话 如果仅仅只是看学生 只是看成绩的话 对于一些欢迎班 或者说对于一些平时成绩是比较浮动的学生 没有特别大的优势 只有靠考试来凸显自己的水平了 除了在威朗玛瑞亚 9月20多号的这一次插班考 后面的插班考的 也是可以和学校去联系做安排的 像是第二年的2月份3月份的时候 但是那个时候 就是得按个例去考察了 就不会像是这种统一安排一次考试了 那个时候学校老师会干照 他的当时的学生的名额空额 以及学校的对你的成绩单的评判 以及你自己单独插班考的 考的一个成绩来最后给你去判断一下 像我们往年是有学生错过了9月份的插班考 但是是在后期在9月份之后 那么插班考的时候进入等待名单 那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说到了一下 这个考试的一个 这个有一个顺序了 如果说孩子是在进入 这个9月份开学的时候插班考 可能他能够被录取的几率和概率 远远是大于后期你在这个按个例去报 因为学校在录取的时候 除了成绩是一个录取的一个顺序 那么名额有限的情况下 他也会根据考试的顺序来看 比如说第一场考试的时候 他总共可能就5个以内的名额 但是在这个考试比如说20 30个人里面 就已经有5个比较优秀的名额 那么这5个名额就会在9月份 第一个插班考的时候 已经把这个名额给全部给固定下去了 那么等到你二三月份的时候 即使你的成绩比较优秀 你考的比较好 但是学校没有名额的话 那么我们也不能够就是强求学校 去跟我们安排一个考试 所以这个还是如果说对于这种的 我们还是认为要尽早的去准备这些操板考考试 并且选择尽量提前的一些场次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会比较大概率的 大有优势的 可以去能够取得 比较为数比较少的操板考的空额名额 好 Ok 这个说了威勒玛瑞亚的 对我们威勒玛瑞亚说了一下 这个9天的一个周期 并且是每周 每一个周期内有6节英语课 至于其他的一些课程 我们其实是有这个信息的 但是我们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大家比较关注的是英语课的课程 如果说是其他的课程安排 比如像是数学 像是法语这个课程 待会我们可以晚一些 再说说一下 我们先回答一下这里面的一个内容 好 威勒玛瑞亚的四大课程 对我们说到了 因为本身他的成绩单 他的课程安排 他不是唯一的 对于这种有几大课程的 这种类型的一个学校 像是圣安也好 像是威勒玛瑞亚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种学校也好 他们的成绩 把他们的课程 每周的课程安排 他会根据你选的这个课程 来进行一个排布 比如说你选择的是 威勒玛瑞亚的一个这种国际法 以及国际的关系的这种一个课程 他可能这些方面的一些专门的课程 会安排的多一些 那么如果你选择是steam课程 可能他在设计 或者说在数学 什么这方面 他的课程多一些 我们之所以觉得 威勒玛瑞亚这个学校非常不错 很综合 很平均 也是因为他整体这个课程 他的排布和安排 非常的符合每一个学生的需求 而且更加倾向于学习的导向 就是我们也看过很多学校 他们会有一些什么 像是冰球方面 体育方面 音乐方面的课程 但这个需要比较多的 是推向了一个四大学习的方法 我们这也是给大家把这个 如果说前期没有进来的家长不了解的 我们也把这个给大家再放一下 那么四大课程 好的 那么申请威勒玛瑞亚的学校的时候 没有看到需要照片 这个是有的 因为我们看了一下 是有一些之前我们要去考试的需要通过考试的时候 是需要申请照片的 但今年因为我们本身是不需要考试了 是需要通过提交材料 直接就可以去报名 那么说明他有可能照片的要求就已经被移除掉了 所以但往年还是有的 我们是按照一个整体的情况 就我们说的所有的材料清单 大家是可以去参考 把所有的想报的学校这些材料都准备 比如我要准备五个学校 我五个学校这些材料都准备上 到时候等到学校最终报名的时候 说要什么材料 我们再提供哪一个材料 给这个学校 那么就比较好一些 如果说你上一个学校 你是要照片的 你这个学校不要照片 但你都准备照片 你就没有问题 如果说你忘记准备照片了 到时候再去准备照片 那个时候就有点措头不及了 所以我们是希望家长 把整体的一个需要提交材料 这个清单弄明白 那么免试的条件是什么 通过免试之后 是否有段时间给予思考 免试的条件一般是 学校会根据数学和法语的成绩 成绩单上四五年级的成绩 作为一个考量 如果学校的成绩单成绩比较优秀 比如说都是80 或者85分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那么就会提比较大的几率 能够被这个学校录取 像某往年有我自己的一些学生 他们的成绩一般都在80分以上 所以像是去年 他们不仅收到了Villa Maria的免试录取 而且还收到了Higina的免试录取 那么对于这种收到了 这两个学校的免试录取之后 他们的下一步是学校里面 会给他大概一个期限 让他们去考虑 在一个期限内 他们必须给出回应 那么像是这两个 我们目前说到的 Higina和Villa Maria的两个学校 它是要你到期限内 你要保留名额 还是你要放弃名额 都要给他一个信息 那么保留还是放弃 如果是要保留名额的话 我们要交200块钱的押金 那么相当于这个注册费 就把这个名额固定下来了 你就可以一直考虑到这个6年级 整个这个期间 或者说你等到后面有一些 其他的学校的录取的信息来了 你到时候再跟告诉他 我要取消或怎样 但那200块钱的押金 那就没有了 就是相当于浪费掉了 但是这个其实对于孩子 能选一所好的学校来说 实际上还是值得的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像是今年PSM这个学校 他们也有一个 提前就已经录取了很多学生 但是今年它是提供了一个要求 你录取之后 你必须在一个日期内 去做决定 你要报还是不报 提前先要把学费给交了 那么这个也是在疫情下面 学校去抢生源的一个做法了 它需要你非常确定 你到这个学校 它才会给你留名额 要不然如果说你到了最后 选择其他学校 把名额空出来了 它再去打电话 问其他的一些学校的 其他一些学生 但其他学生又不要的话 那可能他自己在名额上面 会有一个出入 OK 那么插班考需要提供哪些资料 插班考需要提供的资料 其实是和小生出基本上是一致的 像是Sharamania 他在报名的时候 他的名单 他上面就会勾选你是哪个年级 你需要报的是小学 一年级到六年级 还是你要报小生出中学一年级 还是中学二年级到六年级 这个都是在打勾的 所有的资料 他说要提供的资料是一样 对于Vila Maria 他的小生出和插班考的 要报的资料 基本上也是一样 一个是成绩单 然后相关的一些居住证明 以及他的学生的一些身份方面证明 还有就是出生证明 这些都是要提供的 在投递资料方面两个是没有区别 只不过是在考试 以及在录取方面 还有在名额方面 插班考和小生出是不同的 那么西岛的英语CGF的名字叫什么 好 那这个我把西岛的英语CGF的名字 发到这里面 或者说大家其实不用发 我这里面已经给大家整理出来了 好 好是这个 Shahalmany这下面写的一个 John Abbott 这个是我们说到的 西岛的那一所英语的CGF 然后这里画一个线 大家可以看看 好 那么 国际生可以报考吗 那这两个学校国际生都可以报考 只不过报考之后 你要 交的学费和那个不一样 像我们刚刚就说到 Shahalmany的学费是不同 下面Villam Maria的英语班 对于移民来说 有没有 英语班对移民来说 有没有正式不能报考 他的英语部呢 如果是移民 就是不是英语班了 因为法语部也有英语课 但是 英语部 它是完全 相当于是一个英语私立学校 所以他必须要英语的证书 他才能读的 如果说移民的话 只能报 Villam Maria的法语部 这个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有讲到 好 如果还 OK 下面我看 必须有英语课证 公民卡过期 公民卡过期的话 这个就属于一个个例了 可以到时候具体跟学校去说一下 但是 如果公民卡过期的话 应该也要 要去更新的 可以跟学校去稍微说明一下 是我会提供这个 但是我提供的时间可能会有些久 说一个出个证明 把之前的也附上 可能跟学校这么沟通一下 就没有问题 刚刚提到的六节英语课 是法语班的英语班 对 我们现在目前说的Villam Maria 所说的六节英语课 就是法语部 就是相当于是Villam Maria 有英语部和法语部 法语部这部分的信息 英语部 我们今天就没有怎么仔细去讲 只有有的时候介绍的时候带到了一下 说到了它 那么主要还是说法语这个学校 因为大部分人只能报法语 法语部 一周 不是 一个九天的周期内 一共就是有六节英语课 这个是我们说到的 Villam Maria 出生公正的这怎么做 OK Villam Maria中学 OK 出生公正的话 这个是可以找相关的 做出生公正证明的人去做 但是出生公正 我们之前说到的 为了保险起见 推荐大家还是在本地做一个 因为有家长反映 就是往年本身是可以用国内的公正件 去做的 但是国内公正件 有些学校现在可能它不是特别认了 所以魁省如果能做的公正件 可能相对来说 认可度会更高点 所以大家可以去把这一个魁省的公正件把它做 以免到时候交材料的时候会有什么材料缺失 OK Villam Maria 插班考每年什么时间申请 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 就是在9月份 或者说现在开始 其实就已经开始申请了 那种学校的整个报名通道是7月20号打开的 所以你们可以 现在就可以去看一下 不管是报小生初也好 报插班考也好 现在就可以去预约申请相关的考试时间 我们说过了 具体的时间 就是需要去在报名之后 跟学校这边去做沟通 学校会跟你安排 往年它是和小生初考试是一个时间 就中学插班考的时间 但今年因为小生初时间没有了 所以还得具体跟学校这边确定时间才行 好 那么 我看一下 如果William Maria和黄家山做对于排名差不多 一个私校一个功效 哪有更助于好的学习习惯的提高 如果说是黄家山中学和William Maria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得看您对孩子的教育观了 如果您希望孩子是以后能够比较好的 全方面的发展的话 那么私校肯定是优于功效的 如果您是为了一个学习的目的 孩子以后能够比较考到比较好的一个学习成绩 能够进好的世界的话 那么功效里面的这种好的像是黄家山中学这种比较优秀的国际中学 那么也不会差 只不过相比来说 这个课程的选择 像我们刚刚说到四大课程 这种课程的选择没有私校来的那么的丰富 那么活动和硬件方面功效 对对对 这个没有错 家长也说到了 活动和硬件方面 这个功效跟私校完全没法比 像是私校的话活动非常的丰富 然后呢 但是里面有一个学校 我们之前说到的圣路易 圣路易这个学校 他的活动呢 其实也是比较丰富的 他的活动安排 虽然他是公校 但他属于公校国际中学里面佼佼者 所以他这一些方面的安排也是特别的好的 OK Willem Maria英语部的招生考试 是不是要法语 做法语作为分班用 对这个是相对的 这个一个两个对称的 英语部和法语部的考试 那么法语部呢 考英语数位的英语分班考试 那英语部考法语数位 法语分班考试 都是以这个另外一门语言 作为价外语来学习的 那么英语部的所有的课程 都是用英语讲的 除了这个法语这个门课程 那法语部的所有的课程 都是用英 都是用法语讲 除了英语这门课程 那么国际生出生证明翻译件英语可以吗 还是必须法语 那英语法语都可以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就对于这个出生 比如说国内的出生公证的话 如果说是英语的话 如果翻译成英语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本身是英语的话 可能做公证就行 请问萧拉曼尼这个学校压力是不是很大 有劝退问题吗 萧拉曼尼刚刚我们说了 就是我们的两个学生觉得 其实都还对他们来说都还不错 但是这一点我也跟大家透个底 就是我们的这两个学生 都是之前非常优秀的学生 就是本身在学习的时候 也是很努力的 就个人上面 我对他们的认知比较多 像是像玉林他本身是在学习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刻苦 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习惯 并且在学习方面很上心 所以可能对于他来说 这个课程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复杂那么难 但是本身可能对于大部分来说的话 还是有相对普通的这种中学有一个难度 那么另外硕涵也是成绩在我们 中考班里面属于非常优秀的学生 我们也是一直看着他学习考试 包括他的知识都是非常的扎实 非常的学习方面 学习习惯也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来 本身在夏克勒曼尼学习的学生 他的本身的数字也比较高 所以他们觉得他们上课的课程 相对来说也没有说特别难 没有难到就是大家都理解不了 这也是说明学校老师教的比较好 好 那么孩子五年级第二阶段七十八十路秀行 如果说第二阶段的法语和数学成绩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的话可以去试一下威乐玛瑞尔去递交下的成绩 但是我们之前有学生递交到的 我给您一个参考就是学生是一个是平均分法语是82 然后数学是95 然后以这样的成绩他们是入到了威乐玛瑞尔 当然其他的成绩就底线 我们不知道 那么其实如果说孩子成绩接近了80 或者80往上都是80往上的话 那录取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OK 夏克拉曼尔网上的申请信息 请问在哪里可以提交email信息 这个是夏克拉曼尔的官网上面 它是有一个申请表可以下载的 你们可以把申请表去下载时候手写或者直接在电脑上面把它给输入 之后再去把这个信息通过上面的联系人 就是夏克拉曼尔的招生部的老师通过邮件发给他 并不是有像其他学校一样有一个招生通道可以进去的 他们学校比较传统一些 大部分都是通过这个材料的递交 那么是通过email 如果说您是住在系的 或者说觉得email递交等的比较慢 你们也可以等到学校开放的时候 去和学校这边联系 然后到学校里面把这个材料亲手交给这个老师 那么这个也是可以的 往年我们有很多插班考进入这个学校的学生 以及小生多的学生 我们当时都是有陪这些学生去 这个小拉曼尼学校里面去递交材料 所以这个游程还比较熟悉 下一个是 villum maria四大课程入校的时候就要确定吗 像圣安一样 对没错 这个是入校的时候就需要去把自己想要报的课程先确认一下 然后到时候学校才会根据报的这些课程的人数和名额 来相应的去把这些学生去分配到每一个班级里面去 好 夏哈拉曼尼课后兴趣班都大概哪些 这个我们是已经在这里面说了 这个我就不跟大家赘述了 但是我会把这个夏哈拉曼尼的这个活动的这个课程给放到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 夏哈拉曼尼和圣安相比哪个好 对于我来说两个学校的这个类型不一样 圣安是属于从声援方面就已经把整个蒙特利尔 甚至整个魁北克最优秀的声援全都集中在一起 然后根据他们的天资和才华走不一样的培养的人才的途径 然后把这些所有的以后在魁北克经济建设中的这些人才 都出送出去 都是这个圣安出来的一些人才 那么夏哈拉曼尼他是比较注重这个孩子 他在学习方面的一个学习的扎实程度 以及学习的过程 他对学习是比较注重的 所以圣安属于综合性的人才培养 那么夏哈拉曼尼属于学习性的人才培养 那么得看你的孩子更喜欢哪种类型 当然也得看你们在报名的时候 哪个学校能够更加的顺利被录取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相对的学校了 我个人两个学校都比较喜欢 那么像圣安是因为整体的不管是学校设施 还有学校的安排非常喜欢 那么夏哈拉曼尼也是我非常熟悉的学校 像之前也有请夏哈拉曼尼的老师过来 包括校长过来给我们做讲座的 那么今年因为疫情就没有做成 但是老师这边我们可以已经说好了 等到开学以后可能会找一个时间 跟大家再去讲一下 请到老师来讲一下这个学校 他们的所有的不一样的一些安排 包括学校的一些设计 我们会让夏哈拉曼尼老师来 招生办的主任和副校长来给大家说 OK小五的预备班是多少个应该班 这个我们小五预备班目前是安排在10个学生左右 可能有的时候根据每一周都不一样 可能会多少一个学生 最多是安排在15个人以内的 就是10到15人左右以内 好如果您感兴趣这个小五的预备班 也就是说现在是在六年级 现在是在四年级 好像是五年级的话 那您可以这边去扫下我们的官方的微信 然后和我们的教务老师去了解一下 这个课程安排的时间 以及课程安排的一个具体的细节内容 好如果是住多和瓦了 去哪个比较好 夏哈拉曼尼学费多少 如果多和瓦了的话 离圣安和和这个圣路易比较近 那么夏哈拉曼尼的学费 我们刚刚说到了 如果说是中学阶段是4000的学费 不包括学杂费 学杂费可能会几百块钱 一年大概几百上千块钱一年 所以整体上来看 但所有私校他的学费都比较平均 一般都是4000到6000这个范围左右 如果加了一些学杂费什么 到了6000 7000什么的 好 威勒玛利亚的二三年级的招路比 大概有多少 补考程序能介绍一下 补考 OK 插班考的话是这样的 一般的招路比是比较小的 像是如果说是您对 威勒玛利亚感兴趣 最大的机会还是通过 小生初考试能够考进去 如果错过了小生初考试 等到了中学二年级或三年级再去考的话 那一般要等到当年的 比如说是第二年的9月份 再去进行插班考 或者说是9月份之后 你就得单独约学校了 那么名额呢 每年名额真的非常少 我们也跟学校有去了解过 大概一年度5到10个人以内 就10个人以内 不会有特别大多数的这种空闲名额的出现 一般也是由于学生要做一个学校之间的调整 或者说父母的工作调动 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学校 离开自己的生活的城市 他们才会去有空闲的名额出来 那么往年也不会说像可能跟国内一样的 那么今年我要扩招一个班 所以我要又招30个人 又招多少个人 都是每一个班 像我们刚刚说到的5个班6个班 每一个班空一个人 空两个人出来 总共加起来 那么一共可能就是5个人左右 请问推荐信什么时候发给学校 比如说威廉马人要免考报名的时候 发邮件给学校 还是等待名单时候再发推荐信给学校 我的建议是你要是第一次发材料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个推荐信给发过去 但是如果到了最后 进入等待名单 那么后期每当就是后期就是等待名单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给学校发这个学生的新的这个成绩单的时 这个机遇呢 然后再给学校再发一些这个其他的推荐信过去 并且呢也可以询问就是进度 大概这个等待名单里面自己还是已经到什么位置了 还有没有大的希望能够被 被学校这个录取 但是我们自己的学生的经验来看啊 这个威廉马利亚如果进了等待名单的话呢 这个能够被录取的几率还不是特别大 因为他的学校在录取的这个时间段的时候 就比如说中学一年级 考这个小生初考试的时候 大部分名额就已经给确定了 那么如果说后期假如说有一些空的名额出来 那么也是得去按照这个当时进入等待名单之后的这个考试 以及成绩单的这个优秀程度来排序 才会联系到您 如果您的孩子是有在等待名单里面 我们可能会需要比较长一段时间才能等到 像也有网年也有学生报了好多个学校 他们当时是威廉马利亚进了等待名单 其他学校入了 但是入了之后 等到了第二年大概暑假前那段时间 他才说我们有空闲的名额出来 你要不要过来 然后他说我们已经确定了另外的学校 所以就放弃了这些机会 好 Sharmani对口的CJF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 就是John Abbott那个学校 在西岛的最西面的那个地方 快到鹦鹉岛了 然后是旁边有那个麦基尔大学的 那个麦当劳校区 叫John Abbott 我看一下下面的英语法语交流 外面补课 OK 威廉马利亚提交四五年级成绩 但刚出欢迎班可以提交欢迎班成绩吗 对没错 如果说您今年孩子还在欢迎班 或者说刚从欢迎班出来 还没有正常班成绩 我建议你们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把自己的欢迎班的名成绩递交上去 因为之前跟学校了解的时候 学校没有给出一个拒绝的答案 他是说如果说是欢迎班的学生 他会根据考试的成绩来判断 但今年如果没有考试的话 他肯定也不拒绝欢迎班成绩 只不过他可能还得通过欢迎班的成绩之间 和正常班的孩子去做比较 那么如果说真在欢迎班里面非常优秀的 这个评语非常好的学生 还是有可能有机会会被学校免试录取 也就是说今年这种不考试的情况录取的 但是如果说没有是不是这种情况 如果说是孩子今年 他是在欢迎班里面成绩比较一般 或者说刚上一段时间欢迎班 成绩还本来想考好的时候 已经被停课了 那么成绩单不占优势的时候 我觉得相对正常班的学生来说还是有些劣势的 所以今年的这个情况比较特殊 确实对欢迎班学生来说有一些劣势了 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去积极去尝试 包括提交一些老师的推荐信 还有像是给一些学校里面自己的其他的成绩 来丰富一下自己的材料 看看学校里面会不会有机会 能够至少把你放到本单名单里面 到时候就等 如果能够已经进了免试考试的学生 去了其他学校 空出来的名额 然后再联系到我们 毕业学校的去向 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 毕业学生的去向 好 请问威勒马瑞 OK这里面说了 请问威勒马瑞每个周期六阶英语课是发育班 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 威勒马瑞招国际生吗 OK 这个我们说过 也说过了 刚刚也说了 是招国际生的 请问刚才说 插班考足够好的成绩 请问要多少分才算足够好 插班考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 一般是到了B4 左右就可以出这个欢迎班 对吧 如果说您的孩子成绩B4 或者全都B4 或者甚至还有A4的水平 就说明孩子的这个 整个水平是非常优秀的 那么 老师呢 他会根据插班 就是 根据这个欢迎班孩子的这个评语呢 以及这欢迎班孩子 他就是A4还是B4 这个来判断 孩子优秀成绩 优秀程度 并且呢 他也会和其他都在欢迎班的成绩的孩子 去做一个横向的比较 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的话 那么就比较多的要看孩子本身的一个成绩 威朗玛瑞亚法语班有英语分级吗 这个有的我们刚刚说到了 威朗玛瑞亚的法语班的英语分级是分三个的 这个是在我们前面这个信息里面说到的 在课程里面我们说到了 威朗玛瑞亚有这个英语作为较外语 有分regular的 有分enrich的 还有分这个 English as a teaching language 就是mother tongue 这三个对吧 法语和语业和汪汇系和和这个 Long的当生年末 普通的强化的以及高级的 中三和中二的插班考内容一样吗 这个是不一样的 只有说中学一年级 可能和这个小生初的内容基本上一样 因为中学一年 中学二年级要说说了 中学二年级是跟小生初一样 因为中学二年级考试一般是 在中学一年级开学的时候 也就是孩子只学了五六年级的内容 中学一年级内容还没开始学 所以他不可能用很难的内容去考察他 但中学三年级要考的话 他中三的时候 他已经把中学一年级的内容给学完了 所以还是会比中学二年级的难度要高一些 沙拉曼 沙拉曼今年小学还是有插班考的 那是有的 每年他都有插班考 今年的这个也是有的 并且我们是最近前段时间 是有几个学生正好是去参加了他的中学插班考 还有一个学生参加他们小学的插班考的 那么都是还是在正常运行的 只不过是在疫情比较严重的 那个三月份到五月份 那个时候他们把考试时间往后推了 所以最近的一次小生初考试一直全都放到了 9月份开始前8月份的那一场 去面确 威拉曼瑞亚一年只有9月份和10月份一次查班考试吗 不是 90月份这是第一场查班考 后面 你还可以去连续威拉曼瑞亚说 我还想插班 只不过我建议大家都抓住90月份的 这个机会去考试 在于90月份这个时候 它的名额相对来说还充分的 如果您是本来90月份可以考 您想等到 比如说明年的二三月份考 那个时候 唯一的几个插班考的名额 已经被90月份考完试的学生给占用了 那么你到时候再去 二三月份再去考的时候 你只能够直接进入本大名单 看运气 假如说有新的名单出来 你的成绩又属于这些本大名单里面比较优秀的 他才会找到你 那么如果六年级参加插班考是考几年级 六年级参加插班考考的是中学二年级 不可能再考中学一年级 因为六年级开学已经考了中学一年级了 你再考中学一年级的话 那么名额肯定已经确定下来 并且有很大一串等待名单排在你的前面 所以你要考的话可能性也比较少 威勒马瑞尔插班考什么内容 是网考吗 目前考试内容 威勒马瑞尔插班考的内容 他没有出来 他现在出来是小生初考试的内容 所以如果说是想去做威勒马瑞尔插的插班考的话 可以去跟学校这边取得联系 然后学校会等到他们8月份开始工作以后 他们会把具体的考试的内容告诉你 但是是肯定他官方信息是说要参加考试的 不会取消这个插班考的考试 圣安今年是26、27号考试和沙勒马尔冲突 两个学校有允许自己选择日子时间和 这个允许不允许自己选择日子和时间 这个没有的 圣安他的报名之后 不是你自己选择是哪一天考试的 是他会自己来告诉你具体的考试的时间 圣安的报名的时间 其实也是有一个优先级的 时间越前 那么说明你被录取的可能性越大 那么他圣安这个时间安排 确实他也是考量到了 希望自己去关注自己的学生 不被其他学校的考试给受影响 以至于比较优秀声援流落到其他的学校去 那么这个也是他有意为之的 所以假如说您想报的是圣安 然后是沙勒马尼冲突的话 那么可能就需要到时候去看一下 但是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 您这边的话 如果夏勒马尼的时间 您自己能够这边可以跟学校去商量的话 那么还可以去跟从夏勒马尼这边去做下努力 因为圣安这边是很难调时间 夏勒马尼这边倒是可以在考试前跟学校去问一下 问一下有没有调整的名额 如果没有调整名额 他们时间已经定下了 人数都已经定下了 那么可能性就没有 如果可以的话 还是可以去操作一下 威勒马尼亚的英语课程 是不是最多的一个课程 那么英语课程最多的一个课程 不是威勒马尼亚 英语课程最多的一个课程是西岛中学 因为西岛中学这边 它是比较多的英语课程 它每天都有一届课 那么威勒马尼亚 西岛中学 相当于说一周五天有五节英语课 那可想而知它才是最多的英语课程的学校 好 可以介绍一下冲刺班吗 有模拟电脑网考吗 那么冲刺班呢 我们这边呢 是全都是 包括像现在目前的小生初的这个 暑期班呢 我们都是通过电脑模拟网考的 并且呢 这个电脑模拟网考呢 我们目前通过这个已经有七次 十四常考试 已经给学生整整整整整理出来了 整理出来了一套这个网考的一个 这个要注意的事项 包括说打字 输入法 以及学生在考试的时间时候 需要去注意些什么 注意事项 像之前我们前一次讲交耀的时候 就说到家长问 是不是要更好的是要用 iPad考试还是用电脑考试 那么现在我们经过几周的这个 持续的测试 现在已经有一个定数了 就是我们推荐所有学生都用电脑考试 因为用iPad 很大的很有可能会出现断电 或者说是屏幕不小心误触 还有就是 这个卡机的一个情况 那么电脑的话 本身它这个电源方面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那么像是我们有学生就是一直拿着这个iPad 在这考试 然后他说我插着充电 但是电还不停的在掉 那么你想想如果真的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相对来说电脑是更稳定一点的 并且像键盘打字什么的 这个用iPad去打 相对来说也没有用电脑打那么方便 电脑是全部键盘都有的 只不过是要提前去熟悉一下这个键盘 并且我们目前我们自己的学生 在用电脑输入听写 包括在电脑输入作文方面 都已经做了一个很多方面的训练 所以是现在有更多的信心和经验 能够去应对这些考试了 如果您感兴趣说要去参加冲刺班的话 我们冲刺班是8月15号 那一个周末15 16号 就是已经开始了 您可以扫一下我们官方的微信号 然后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具体的时间安排 一共有7次一直到9月底之前 我们大型的机场考试之前我们结束 当然后面如果想要去报冲刺班继续上的话 我们还有其他的后续的课程 只不过那个不是强制性的 因为大家也可以提前的去预定一下 就是在9月中旬之后 10月份开始的这些冲刺班的那种 好 Willamaria英语部也有免试录取吗 那么英语部和今年跟法语部也是一样的 不知道您孩子是不是有这个英语的证书 他也是有免试录取的 您可以现在就去网站上去好好看一下 相关的录取的一个内容 那么他也不是说免试录取了 就直接就是审理材料去招生了 就没有这个考试的过程了 主要也是为了去简化报考的程序了 好 那么下面Willamaria四年级的成绩 四年级成绩五年级成绩数学80到90 估计录取的概率大吗 我觉得如果说是法语成绩是80 数学成绩是90的话 我觉得录取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么小学小生初考是当天还要考英语吗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是需要的 刚刚我们的玉林同学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通过当时的考试来去看孩子英语的水平是如何的 那么去分到对应的普通班或者说是高级班里面 插班考可以考中学一年级吗 有非常少数的学校可以考这个 可以在六年级错过小生初考试之后 在六年级再读的时候 再去插班考中学一年级 并且插班考中学一年级之后 第二年的9月份就可以去中学一年级上课了 但是这个学校比较少 像夏勒曼也他有一个这种的 还有包括其他的有一两所学校也有的 这个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微信 然后到时候我们在微信上给您去推荐课程 然后告诉您是哪些学校你们可以具体怎么准备 我们当然知道学校不够 还要去做准备嘛对吧 Villamaria由女校改为混校后 男女生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这个我们有大概去问过一个学校里面 现在目前快接近一半一半了 但是现在是还是属于男生是1比女生是2左右 也就是说假比方说你班上一共有30个学生 那么其中有10个学生是男生 20个学生是女生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 或者说是男一女三 那么男一女三的话也就是说男生可能是7到8个 那么女生还是偏多 那毕竟她是一个老牌的这个女校嘛 还一点我可以跟大家说的就是Villamaria 她的去报的话 其实报了这个难度 他们说Villamaria在招女生方面 她的这个审核材料的严格性呢比招男生方面的审核材料的严格性呢还有不同 女生稍微要更严一点 男生稍微要稍微要松一点 这也是说因为他们希望招更多的男生进来去平衡一下男女的比例嘛 他因为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个老牌的这个女校嘛 所以他在课程设置上有一点偏女生 虽然说他现在有做很多的努力去平衡这个男女生这个课程的比这个适应比例 但是呢还有一些地方能够体现出来他的女生的这个课程比较多的 比方说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像是课外活动方面 是吧 这个体育活动很多呢 像是篮球啊像是这种排球啊什么 他都是女子篮球女子排球比较强 强劲 那么本身男生人数比较多 加上没有这个男生运动的这种之前的习惯和传统 所以他这方面稍微要弱一点 只有三月一次的正常班成绩 在平均分上可以申请微要弱 三月一次的正常班成绩 这个 哦就我明白了 就是您是今年9月份才真正进入到这个普通班里面 之前都是在这个欢迎班 就才真正进入到这个正常班 平均在平均分之上 那么申请William Maria是可以的 这个是可以的 只不过是最后是学生 学校里面通过今年报名的所有的学生的情况 然后去看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些学校啊 因为今年这样的情况 他有一些是根据上网课的这个情况来给第三阶段 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成绩是考试有了 第三阶段成绩 然后有一些呢就是根据之前的这样推算过来 所以每个学校不一样 我的判断呢是学校会着重的去看一下这个在疫情发生之前的这个成绩 会把它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考察 疫情发生之后的这个第二第三阶段成绩呢 相对来说会水一点 因为每个学校他的判定不一样 所以他不会把它特别作为判断 所以您只要去看孩子在这个疫情开始之前的这个正常班的这个成绩是怎样的 这个参考价值参考性要多一点 出生公证件有是不是这边做个翻译件就可以了 出生公证对出生证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出生证明呢 如果您是带了原件从国内带过来 您只要到这边做一个这个翻译公证就行了 翻译件就行了 这个是这个我对您的回答 好 请问国际生有CSQ报 Sharman需要提交哪些额外的资料 如果说是这个我还真的有陪好几个只有CSQ的 还没有PR的学生去 你过去要提供的呢 就是要把这个父母双方的CSQ和孩子的CSQ都提交给上了吗 并且呢提交之后呢 假如说您在去报到的这个学校 已经考上了这个学校 到六年级结束之后 中学应用就要开始之前 如果您有了这个拿到了这个枫叶卡了 你还可以把这个料给补上去 学校照样会把那个本身要收您的这个国际分子学费 改成这个正常学生的学费的 这个是当时我们有几次过去的时候都说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还比较清楚 Sharman学校和深入义相比都是IB课程并且都偏重学习 课外活动也不是很好 好像作为私校的这个不一定 因为根据这个每一个学校的他们的这个学生的一个这个 这个组成类型来说 有些学校他比较注重这个排名 注重学习 所以他会吸引一些同样的对学习方面 更加重视的学生和家长 那么对于一些这个普遍上来说 这个比较重视全面发展的学生 一方面他的成绩上面会受影响 这也就是为什么像威勒马瑞尔他比较全面 但他排名只在40到40名左右 4144名左右 但是Sharman虽然说他这几年的排名有些下降 但还是在十几20名左右 好 OK 那么 我看一下 欢迎音班的孩子能报考Sharman 是可以的 但是最好有比如说欢迎班刚出班或者什么样的 如果说欢迎班的学生考Sharman的话 原来是至少要求有一个学期的成绩 但现在是可以给机会考 但是考的成绩的优秀决定了他能不能被录取了 刚出欢迎班5年级4年级报考人 如果说只有5年级欢迎班成绩 4年没有4年级的成绩 您可以用4年级国内成绩去报考试一下 但是我觉得可能性比较低一点 因为本身今年可能会报考学校的人就比较多 然后并且他的成绩是只有5年级欢迎班成绩的话 那么得看5年级欢迎班成绩有多优秀了 我的建议是因为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 能试的都试一下 因为毕竟学校它出一个这种免试政策是针对所有的正常班成绩 针对欢迎班 他如果要顾及 也会稍微去把欢迎班的学生放到一起 按一个比例去录取的 这个是我的理解 当然如果学校的每个学校它策略策略和政策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也用说好 沙拉曼和深入域做个比较 如果都被录取的话 这个就得看您的对学校的来看了 如果说是沙拉曼和深入域都录取了 就是深入域更难近一点 沙拉曼稍微好近一点 还得看您住的地方离沙拉曼还是比深入域近 如果光纯从排名上来说 肯定是深入域要更加好一点 比如深入域的话 他的学生的生源相对来说也是更加优秀一点 另外的还有就是沙拉曼和深入域 想比深入域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他是公立学校 所以他不要学费 那沙拉曼他是每年都要学费的 这也就说明了沙拉曼和深入域相比 深入域更难近 因为有更多的人从各种方面的家庭承受能力 什么来说 如果两个学校考上了 肯定优先都考虑深入域 是否40名比10名好考 这个的话呢 首先我告诉您排名排名上的区别是什么 排名它是根据这个学校他们在审考的时候 整体的包括数学法语包括科学 每一个科目还有学校的迟到率 所有这些来进行一个综合做的一个排名 那么如果说是40名的学校 只能说明他在学习方面抓的比较平均 没有说死抠学习 那么有一些排名非常好的学校 你像我们之前也说到了 像Jean-Elde, Breuph这些学校 他们比较重视学习的这种学校之间 还分学习比较好但是注重课外活动 或者说是那种只注重学习课外活动 你本身都没有时间去参加的这种类型 是吧 不存在说40名和20名之间的哪个更好考 是排名越靠前越好考 或者越难考或者什么样的 你像比方说Jean-Elde 他相对来Bureuph就好考一些 但他们两个排名都是一样的 是吧 还得看这个每一年这个学校的乐度 如果报这个学校的人比较多的话 那还是另外一个 那么香拉曼年相对来说 考试的话是要更加好考一些 也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说比较多的家长 在考上了好几所优秀的学校之后 他也会做一个进行一个比较 比如说他是住在Downtown的 他为了孩子能够几个学校都考一遍 他全都考了一下所有的学校 但考完这些学校之后 他被Downtown的学校录取了 也被西岛的学校录取了 他本身就住Downtown 可能他就得考虑一下 我可能我只去Downtown的学校 我就不去搬家搬到西岛去了 虽然说西岛那个学校 可能名次比这个10多名的 比这个40多名的还好一点 但是我还是准 还是觉得比较近一点 这个学校更好 生活方面方便方面这种的 那么Villa Maria相对来说 要更加的交通方面 生活方面更加近一点 并且在考CGF方面也有优势 所以能够考虑这个学校的家长 也多一些 竞争也要激烈一些 我们刚刚就看到了 100多个人有900多个人去考 那么为什么下到漫年 平时也很好 只有两三百个人考 你就因为很多人考虑到了 一个交通上面一个距离 不仅仅是咱们华人的家庭 你知道咱们华人家庭为孩子 吸引人非常多 那么为了孩子读一个好学校 随便到哪个地方搬家都行 但老外的话 他不一定会为孩子付出那么多 他可能想到的 我家离得没劲 我去考那个学校 考上就行 考不上的话 你就去上公立去 他还无所谓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原因 好 行 如果说是插班考的话 两个学校 我觉得相对来说 他的没有说哪个更好考 只有说哪个报的学生多一点 竞争多一点 那么像妈你每一年 他的报的人数都不一样 一般情况下 大概 比如说他招10个人 大概可能会有个 多少人呢 如果是10个人去考试 那么他可能招个7个人 或者说有的时候 他是招3个人 都有20个人去考 都不一定的 每一年要根据他的报考的情况 来去做一个说明才行 那么威朗玛瑞亚报的人数 确实稍微多一些 因为本身交通方便 所有人都会考虑去考那个 他大概是相当于 比如说他招4个人 或者招5个人 或者是最多招10个人 大概有40多个人 就一个班那么多的人去考试 这个是我们说到的 千说万说 不管说是学校的招考试难度 最后还是看自己的孩子 准备的充不充分 那么学习扎不扎实 如果准备充分 学习非常扎实 那么任何一个学校 他在考的时候都是有优势的 好 行 咱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 至于其他的一些信息 我希望大家能够去到我们的 微信的群里面 或者说是在其他我们的公众号 或者说是加入我们的微信 到时候进行一个讨论 我们的二维码就在右下角 好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评 就讲到这里了 那么再次感谢蒙尘教育成长论坛 那么也谢谢大家各位关注 关注我们会成教育 也关注蒙尘教育会成长论坛 谢谢大家 那么大家晚安